少年因意外竟重生成一条黑龙 开局就白调了一位白发兽尔娘 更是获得了一整套融合而成的恶龙系统 这天安流斯帝国正在献祭一个猫尔娘公主 为的是引出那条邪恶的黑龙 然后一举拿下他 国王因此请来了强大的魔法师镇压黑龙 名为梅森特的魔法师让国王安心吧 只要黑龙赶来就是死路一条 说黑龙黑龙就到 此刻邪恶的黑龙正朝绑着的猫尔娘袭去 直接一个龙爪子就把猫尔娘给捉住 就要离去之时 梅森特直接下达了攻击命令 瞬间埋伏好的士兵们 纷纷朝黑龙攻击 只是这些小兵的攻击并不能威胁黑龙 见状梅森特只好亲自出手 煞时间一个法阵行程 一道威力颇大的法术朝黑龙袭去 瞬间就造成了重伤 黑龙只能落荒而逃 带回到山洞后 黑龙就倒地不起一命呜呼了 天克后名为苏年的灵魂占据了黑龙身躯 醒来的苏年还在叫骂不止 似乎还在关心左安队友的家人 过了一会儿 他一脸猛逼了 这里是哪里 再看看那锋利的龙爪 苏年顿时被吓得一个机灵 来到水池旁后 苏年才看清如今的样貌 自己居然重生成一条黑龙 再细看龙区上的伤口 苏云真是欲哭无泪了 成为龙就算了还是调肺龙 忽然苏年瞧见被前身黑龙掠夺来的兽尔娘 看起来似乎状态不太对劲 苏年刚想着要不要来一下龙攻呼吸时 几道声响惊住了他 只见系统激活弹窗出现在眼前 之所以震惊是因为不止一个系统 一个战争掠夺系统 一个进化改造系统 还有一个邪恶反派系统 总共三大系统成功激活 苏年一副不可置信的模样 怎么会这么多系统 难道他是传说中的天选之龙 就在他臭美之时 竟再次想起一道系统声音 因系统过多将彻底融合一起 变成究极无敌自我改造超级进化掠夺战争恶龙系统 简称恶龙系统 苏年随即用龙语询问系统有什么作用 系统都无语了 你不用开口 直接心中默念即可 原来只要攻略获得特殊女性NPC的好感度 就可以触发特殊能力 然后就是击杀正义势力和玩家 可获得系统点的奖励 击杀敌对则是一半系统点 消耗点数可以对身躯各部位进行强化改造 苏年听完还是一脸疑惑 怎么还有NPC和玩家 难道这不是异界而是游戏世界吗 系统却无法回答他这个问题 并提醒宿主那位瘦尔娘可是3S级特殊女性 强烈建议进行攻略 少年重生成为邪恶黑龙一族 却满脑子只有黄色费脉 连一旁的猫尔娘妹子都不管不顾了 此刻煽动了 苏年正一个大龙脸羞红着 那略来的猫尔娘不知为何也是通空无人 就在以为苏年对猫尔娘做着啥事 事实却是这家伙在看黄色费脉 对一旁的猫尔娘不管不顾了 他目前的身体似乎很不对劲 片刻后苏年的内心唤醒了他 让他清醒点 别就记挂着黄色费脉 猫尔娘此时不知不觉地就报警了苏年 此时他全身通红感觉到非常冷 苏年看着这魔鬼般的身材 正在脑补着什么屎 系统突然出现 把猫尔娘的信息给勘察出来了 原来对方叫安娜海瑟威 18岁的亚精灵种族 似乎危在旦夕了 对苏年的好感度达到-80之多 系统提醒到因好感度太低 无法获得系统点和能力 请宿主尽快攻略妹子 苏年郁闷无比 妹子命都快没了 让我怎么攻略好感度啊 就在这时 未寒的海瑟威抱紧着苏年的龙尾 那触感传来 顿时让苏年脸色通红 随后为了让妹子饱满 苏年在角落找到了一块熊皮给他盖上 忽然系统再次出现提示好感度加时 苏年也没想到 就盖个毯子就提升10点了 看来也不难嘛 这时苏年的龙驱传来咕咕响 看来是饿了 苏年急忙求助系统 能不能先设一部分系统点先 等好感度提升后得到奖励再还 系统也是悲整无语了 当然是不行了 苏年没有放弃继续对系统撒娇 自己现在这奄奄一息的龙驱 还饥饿无力根本没法出去找食物 好歹给个新手大礼包啊 系统一想也是 便临时发放了新手大礼包 暂时的恢复卡30分钟 将会在30分钟内 让宿主恢复到巅峰状况 但过后会无比的虚弱 甚至陷入昏睡 苏年麻了 你确定这是大礼包 而不是透支我生命吗 但苏年也没办法了 不用的话估计就等着饿死了 毕竟也不可能指望一个患病的妹子拯救他 随着临时恢复卡的使用 苏年的体力终于恢复到巅峰 不过人生地不熟了 他还是先找了些果子吃 之后苏年又找到了一些隐藏着的肉食 还没来得及高兴 突然几头三接魔兽银月狼通了过来 都是25级的等级 苏年也没想到 自己明明有着龙威的震慑 居然还会有一般的生物感靠近他 看来此处是银月狼的储物 不然也不会这样硬刚一条龙吧 在看到银月狼袭来后 苏年总感觉有东西想从口中吐出 下一刻一股威力颇大的龙溪 自苏年口中发出 刚袭来的银月狼就这样烧成一堆灰狼 随后苏年似乎不受控制 发疯一般的撕咬击碎了剩余的两只银月狼 这般凶残模样就好似前身回来 最后发疯的苏年看向自己洞服 瞬间就飞了回去 恶狠狠地盯着妹子 此时的海瑟薇清醒了过来 正恐惧地抓着一根石头尖片 网瘾少年意外穿越成了龙 开局就收获了一位猫尔娘侍女 然而在面对这样一位3S级别的美女士 少年脑子里却只有一叔 更是抛下妹子找狼类打下去 就在苏年好心收集食物回来 准备给发烧的猫尔娘妹子吃食 早已醒来的海瑟薇却偷袭起苏年 然而苏年的龙区 可不是普通石头兼能刺破 恰好与苏年递过去的苹果 撞了个阵阵 不明所以的海瑟薇 他以为眼前巨龙会吃了自己 苏年哪会有这个想法 不过苏年这副兴奋模样 在海瑟薇的视角里 却是争鸣凶恶的一幕 直接就把他吓晕了过去 看来滤镜真的很重要 苏年一脸猛逼 自己也没做什么呀 怎么对方又晕了 急忙询问系统怎么回事 原来体温升高加上惊吓导致的 正好刚才击杀几只银月狼 获得30系统点 看看有没有物品能治好妹子的病 一想到此 系统便贴心地筛选出 当前最合适的药材黄芹 苏年见状便想起前世 外公就用过这位药材做退烧的中药 然后就果断买下了 瞬间黄芹便具现出来 但苏年并不懂怎么使用 看来只有老办法了 不过怎么这么瑟瑟呢 原来苏年是用龙嘴捣碎橙汁 要亲口味给海瑟薇 随着药汁的进入 海瑟薇的高烧也在逐渐好转 而苏年的恢复卡也到时间 昏昏欲睡的感觉就来了 睡梦中海瑟薇梦到了 巨龙要生吃了他 当即就被吓得一机灵醒来了 只是看到一旁守护自己的巨龙 还有自己口中中药的味道 他便意识到是巨龙救了自己 对方还收集了一堆水果给他吃 见此海瑟薇对苏年的好感度飙升 顿时就加了60点 只是苏年这般昏迷模样 就好像死了一半 让海瑟薇以为是自己用石头尖刺成这样的 为了唤醒巨龙 海瑟薇开始安抚起对方 就这样好感度再次飙升 解锁了第一阶段的奖励 获得初级吞噬能力 2000系统点 初级吞噬只要进食就可以迅速恢复体力 并产生一定自愈能力 但胃口也会增加 网瘾少年意外穿越成肺龙 开局就获得了猫儿娘女仆 更是睡个觉就觉醒了特殊能力 就在海瑟薇安抚苏年到晚上后 苏年也终于醒来 只是他突然觉得非常的饥饿 明明此前吃过食物了 在看到系统弹出的窗口后 苏年才明白为何突然这么饿 原来是昏睡时觉醒的吞噬能力 加快了食物消耗 这也导致他现在无比的饥饿 看到一旁睡着的海瑟薇 苏年甚至想吃了他 他闻了闻海瑟薇的味道 无比的享受 在他的视角里 这简直就是一道绝世食材 但一看到对方的好感度达到了90 苏年就急忙甩开这个想法 突然苏年一脸错愕 怎么自己睡一觉 他的好感度就增加这么多了 苏年莫名其妙就挠不起来 难道对方是爱慕上 我这高大威猛的龙去了 所以才会突增那么多好感度 只是一想到那个画面 苏年的龙脸就猥琐起来 忽然海瑟薇的吐血声打断了他 看到对方无比的痛苦 以及系统提示的仅剩一天寿命 苏年猛逼了 不是治好病了吗 就在这时 系统提醒还有额外的2000系统点核 且开启了身体改造功能 系统商店也已更新 苏年想了想还是决定救他 毕竟这可是3S级别的美女 只是在打开系统商店后 里面经食些甜食 或者一些无用的药膏 还有一件价值上万的裙子 苏年顿时就麻了 这都什么玩意啊 你确定不是给这个精灵女专用的吗 不过其中一件价值上百的衣服 倒是挺好看的 看了看海瑟薇的着装后 苏年果断花一百点买下了 随后给海瑟薇 换上了这件比较刺激的衣服 这般模样把苏年看得心痒痒 但还是只能忍住 毕竟它现在可是龙区 某处部位可是有道次的 随后苏年再次看向系统 打开了身体改造功能 然后关于它的体外改造 以及体内改造都展示了出来 苏年想了想决定 找和医术有关的改造 毕竟还是要先救妹子的 随即看向一项眼球改造 可以获得初级洞察术 一看到此技能介绍 苏年就知道必选了 当即兑换这项改造 随着改造开始 系统也提醒过程会有不适 请诉主要忍住 不要挖出自己眼球 下一秒苏年的龙眼 开始产生变化 鼻鼓酸痛的感觉传来 使得苏年内叫一个痛啊 片刻后 改造完成的苏年 当即对着海瑟威用启动查树 只是看完后就猛逼了 这妹子能活到现在 也真是一个奇迹 突然洞外传来人类声音 苏年急忙在暗中观察着 只见为首的一男一女两人 带着一群傭兵手下走了进来 男子维尔斯是21级的大骑士 女子瑟琳娜乃是18级的火系法师 苏年看得出这些人来者不善 开局就获得了精灵女活 如今又遇到一个人类女法师 更是拥有三合一的超级恶龙系统 在遇到前来狩猎自己的人类时 苏年使用系统点强化了龙爪与灵甲 随即飞出山洞往空中飞去 这一幕也被佣兵们看到 威尔斯让他们准备迎战 看着变化挺大的黑龙 瑟琳娜疑惑不紧 似乎黑龙跟之前傻乎乎的样子不太一样 为此瑟琳娜叫住了队友们 她察觉到情况不太对劲 然而威尔斯却嘲讽她懦弱 起因是当初在广场上 瑟琳娜如果能及时释放束缚术 说不定早就抓住黑龙了 瑟琳娜虽然很气但也无法反驳 随即威尔斯没有听她劝解 带着手下朝黑龙方向追去 瑟琳娜看着远处的黑龙 还是很不解 为何会从森林深处飞向外围的 莫非深处里面有黑龙的宝藏 所以她才诱导众人往反方向远去 不得不说瑟琳娜真是一个大聪明级别的 这边苏年看到追来的士兵们 直接就掉头洗去 必找干掉一个士兵 同时获得十系统点的入掌 片刻后这部分士兵便被她轻松嘎掉 威尔斯健壮依旧无脑出击 然而攻击落在灵甲上却毫无损伤 威尔斯猛逼了 什么时候傻黑龙防御这么强了 苏年非常装逼的说了一句 我就说后背怎么这么压 原来是有跳蚤 威尔斯瞬间被气到 然而苏年可没有圣母的要放过她 直接一口弹就把威尔斯头部给溶掉 见到老大嘎掉 其余手下纷纷气息而逃 这可都是系统点 苏年自然不会放过他们 不过最后还是让一个伸手矫健的士兵溜了 这飞快的速度把苏年都看盲了 不知为何 苏年总觉得少了点什么 忽然一个机灵 他才想起还有个女法师不在 随即急忙往山洞飞去 然而却看到对方正在帮海色微治疗 瑟琳娜见到黑龙回来 便停止治疗警告黑龙别靠近 当即一个束缚术对准苏年而去 只是用完这个法术 瑟琳娜就疲惫不堪了 这边苏年还真被困住了 居然挣脱不开这是什么情况 苏年一脸郁闷 早知道刚才龙溪就留一点了 看到无法挣脱的黑龙 瑟琳娜一脸坏笑地走了过来 苏年麻了 你这个女人想干嘛 没听过人龙兽受不清吗 家里蹲少年意外穿越橙色龙 开局就嫖了一位精灵娘 如今又对一位魔法少女黑黑起来 此刻就在瑟琳娜要对苏年下手时 她直接怒气爆发撕碎了束缚术 一个龙爪就把瑟琳娜按在了地上 随后恶狠狠地问起对方 是谁派他们来这里的 不过苏年想起自己说的是龙5 便让系统改造生贷系统 但需要300系统点 它现在只有280点 系统表示可以提供借贷服务 利息为50% 苏年麻了 这么高你怎么不去抢啊 但一想到现在这人龙窘破的场景 苏年还是忍通借贷买下生贷改造 随后又是问到对方谁派他们来的 瑟琳娜有点惊讶 居然会说人话 在苏年的淫威下 瑟琳娜还是如实交代出来 正是安留斯国王雇佣他们的 猎杀黑龙的龙心和龙鞭 为王子补补身体的某处部位缺险 苏年一听就怒火上头了 吃龙心就算了 居然龙鞭都不放牢 一想到这就忍不住使劲 把瑟琳娜整得不要不要的 与此同时安留斯国王这边 正一脸气愤地质疑手下 为何还没找到黑龙 还有梅森特大师怎么说 士兵表示大师正在追踪黑龙位置 不过使用法阵非常消耗精力和魔法材料 所以大师的意思得加钱 国王顿时就不淡定了 真是贪婪的吸血鬼啊 我这一个小国还没侯爵领地打 最多再给他20%了 另一边苏年把瑟琳娜绑了起来 然后便是填起他的装备物品 不过大多数都是治疗要积累的 苏年便问他是不是很懂治疗 瑟琳娜表示是又如何 我不会为邪龙治疗的 片刻后在瑟琳娜的惊讶中 苏年给他解开了束缚 并把他带到海瑟威面前 施意治疗他 瑟琳娜却非常意外 为何要对这个女人这么好 明明他只是安留斯国王 安排替代公主的亚精灵 并不是真的公主 苏年自然知道他不是公主 人类怎么可能生出精灵 瑟琳娜不解问道 那你为何还要救他 苏年又不能说出系统隐秘 只能表示自己跟海瑟威是好朋友 也没错 毕竟他和对方好感度都达到90了 瑟琳娜没想到就这么简单的一个理由 顿时就对苏年有了巨大的改观 直接就增加了20好感度 随着瑟琳娜的信息面板弹出 苏年也忠于窒息 他居然也是3S级别的评仪 苏年着实惊讶了起来 他运气这么好的吗 开局就遇到两个3S妹妹 穿越成邪恶的废龙 静影的精灵妹子现身 还柔念了人类大兄妹 如今更是凭借王霸之气 收服前来投靠的狗头小弟 此时苏年也没想到 短短时间就遇到两位3S级美女 得亏一开始没把她当系统点刷了 看着苏年嘀咕着神神秘密的东西 瑟琳娜觉得很奇怪 之后经过她的治疗检查 瑟琳娜表示药剂不够了 她需要一个干净整洁的环境 以及充足的药物和一个牧师 苏年无语了 我要是认识牧师还用你吗 瑟琳娜傲娇到那 我也不是专业治疗魔法师呀 海瑟威这时醒了过来 她已经知道了前因后果 想着放弃自己生命 感受到海瑟威情绪似乎不稳定 又看到了那绑着她的铁链 苏年一个剑步朝海瑟威咬去 这一幕把瑟琳娜搞蒙了 你不是要救她吗 然而苏年只是弄断海瑟威的铁链而已 当她拆掉铁链后才知道多么的重 这安流斯国王心真狠啊 只是经过苏年这龙嘴的滋润 海瑟威周身搞得乱糟糟的 而苏年也决定听取意见搬家了 便叼着两位美女准备找个新租宿 并安慰七海瑟威 让她以后不要说那种放弃的话 她会救治到底的 这下海瑟威好感度蹭蹭地涨 已经达到了一百点 而首次达到一百则 获得系统奖励的一千系统点 片刻后苏年拿出一手烧烤手艺 把两女的胃口填得满满满 这新鲜的手法也让两女流连忘返了 之后在中途 苏年他们遇到了狗头人身的族群 也不知道什么原因 见到苏年这头巨龙 狗头人居然没有害怕 而是跟个小迷地一般 看着朝自己跪拜的碎牙部落 苏年却没有无脑接受 而是问到你们这么弱小 当我眷属有什么好处 玻璃表示他们能擦拭龙铃 还能找到矿脉 苏年无奈看着这一幕 还真是舔狗啊 见状苏年给他们一个任务 帮自己找个宽敞舒适的龙穴 之后玻璃便带苏年来到了碎牙部落 这里拥有超多物资 非常适合苏年 与此同时 苏年当前系统点只剩970点 海瑟威的好感度100 瑟琳娜则是负30 攻略道路任重道远了 网瘾少年转生成一届恶龙 开局就黑黑了两位姿色绝佳美女 如今又凭借王霸之气 成功获得狗头人的效忠 此刻在碎牙部落 苏年接受了狗头一族的衣服 至于玻璃则是单独接受眷属的仪式 苏年在其额头处轻轻一顶 煞时间一股波动席卷 玻璃的眷属仪式正式生成 事后苏年问到玻璃 为何狗头一族人这么少 玻璃随即哭诉起来 让苏年帮忙讨回公道 原来不久前碎牙部落 惨遭一群伊特怪带领的蜘蛛手下袭击了 不仅把碎牙部落的地盘抢走 还霸占了他们的矿洞 因此玻璃才带着部分族人 逃到如今这里安家的 苏年文言非常惊讶 有矿洞就意味着有钱 有钱就能买复苏药剂 暂缓海色微的病情 甚至还能睡在金币上 看来龙族还是逃不掉爱宝物这习惯 苏年随即问青玻璃 那些矿是什么品种 还有伊特怪有多少 玻璃表示矿卖是银矿 伊特怪则有五头 他们极其喜欢稀释脑损 而且伊特怪有一种笛子一般的口气 用来操纵蜘蛛 而这些蜘蛛数量多到数不清 苏年见状便想到了系统 询问有没有伊特怪的属性 系统表示没有 不过却推荐了怪物百科全书 苏年没有多想便买下 只是当扣除900系统点的弹窗出现 苏年就怒了 你的垃圾系统坑我 一本破书卖那么贵 然而易经售出不给退换 只能一手雪花飘飘送给苏年 海色微疑或看向苏年 这是怎么了 苏年怒喊这道题太难了我不会 之后看向伊特怪的属性面板 28级的三剑魔兽 唯一的弱点就是胖虎 一看到能抵御酸性 苏年就知道自己的酸性龙吸伤害有限了 肉搏的话又会被蜘蛛人海战术给耗死 要是能把酸性龙吸改成喷火就好了 并想到这系统便贴心给出改造推荐 一个初级熔炉对毒囊进行改造 可以喷出带毒素的熔炎 一个初级龙吸积蓄 可以加强龙吸的储存速度 两者皆是1000系统点 苏年忽然想到一个好点子 便询问玻璃附近有没有人类强盗 或者拥兵团之类的 玻璃恭敬地表示 附近确实有两个强盗团 拥兵团则有一个血氏拥兵团 苏年文言当即让他召集一半狗头人士兵 随自己去附近的一个强盗团看看 苏年此行便是要刷系统点 临走时吩咐良女 乖乖待在这里 她不久后会回来的 更是着重地警告斯林娜 别想着逃跑 不然有你好受的 随后他们来到狂风强盗团寨子 如今寨子李正庆祝此次打劫胜利 然而还没高兴多久 手下便汇报有一头黑龙像这里靠近 下一刻只见苏年那威猛无比的龙躯落下 把寨子大门给狠狠砸碎了 随着强盗的逐渐挂掉 苏年的系统点也在蹭蹭往上涨 网瘾少年重生成巨龙 开局获得超级无敌恶龙系统 只要攻略妹子就能变强 为了方便和妹子非非 他甚至找到了变形药水化为人形 此刻苏年来到附近的强盗寨子刷起系统点 经过他和狗头士兵们的摧弹 这个强盗寨子已然被消灭了 苏年也掌握了1020系统点 看到这么轻松就攻下一个强盗寨子 狗头人纷纷呐喊着苏年真龙之名 片刻后狗头人便收集好战利品 苏年让他们拉回部落去吧 突然在一堆战利品中 苏年看到了化形药水 低级化形药水可以使非人生物 获得化为人形的能力 但实力只能继承10% 持续时间一小时 苏年见状兴奋不已 有了这药水他就能变成人形 和海瑟威他们黑黑了 只是瞬间苏年就挠不到 即将到来的左拥右抱画面 不过按照年龄来算 他是条少年龙 不会到时候变成一个小正态吧 想了想苏年还是决定尝试一下 反正药效只有一个小时 不管变成啥样的都问题不大 喝下药水后 苏年进入了化形状态 变成了一颗蛋 片刻后这颗蛋破碎开来 成功化为人形的苏年出现在眼前 见到主人变成人形 玻璃那叫一个大震撼了 回过神的苏年老脸一红 急忙叫到系统 你压得我衣服呢 片刻后一个穿着完好的帅小伙 映入眼里 苏年看着倒影中自己那帅气的脸庞 不禁洋洋得意起来 为此他把剩下的化形药水都喝完了 一共拥有六小时变形时间 随后苏年问到玻璃 东西都装好了吗 玻璃表示搞定了 文言苏年又变回了巨龙状态 果然他猜测的没错 在药效期间可以随意转换形态 与此同时在碎牙部落里 看着老弱病残的这群家伙 瑟琳娜诞生了逃跑的想法 只是这鬼鬼祟祟的模样 一下就被海瑟威看到了 瑟琳娜只能心虚地表示自己想走走而已 不过一想到猎龙失败 拥兵团也都覆灭了 就算真的回去了 也没他这个法师的位置了 海瑟威并没有追问他这件事 只是自顾自地和狗头幼儿玩耍起来 看着海瑟威这开心的一幕 瑟琳娜不禁问到你不怕巨龙吗 而对苏年已然有着一百好感度的海瑟威 自然不会害怕苏年了 如今的他算得上苏年的小弥媚了 瑟琳娜被他给震撼到 为啥短短时间就被巨龙给泥住 没多久苏年他们回来的消息传来 这下瑟琳娜想跑也没办法 没想到这么快就回来了 如今苏年拥有1090系统点 海瑟威好感度100 至于瑟琳娜好感度还是-30 变态瑟琳为了解决黑黑问题 直接就找到了变形妖剂 成功化为人形准备开始黑黑生 只是苏年怎么也没想到 自己开开心心地回新家 就无缘无故被法杖给偷袭 只是当他愤怒向前望去时 却发现碎牙部落满地狼藉 留守的狗头士兵被干趴下 瑟琳娜也一身狼狈地看着他 经过他的诉说得知 原来海瑟威被蜘蛛怪给抓走了 瑟琳娜不禁自责起来 都怪自己没用才没守护好海瑟威 心里则是在想苏年会不会怪他 认为他就是个没用的废物法师 然而苏年没有怪他 并安慰到你做得很好了 这一幕也被视角优化 瑟琳娜不再把苏年看作是邪恶巨龙 因此他的好感度达到正20点 苏年获得了能力闲者的眼泪 以及2000系统点 见状苏年果断兑换初级熔炉 和初级龙溪继续改造 煞时间他的龙嘴吐出一大口老血 把不知情的瑟琳娜看待了 苏年表示没事 实力大增的他 让玻璃带路前往伊特怪的巢穴 既然敢抓他的三勒妹子 简直就是找死 之后来到银月森林深处 玻璃表示前方就是蜘蛛怪的地盘 在前面的矿洞则是他们的老巢 苏年直接下令攻打矿洞 随即苏年本想装逼地 用龙驱撞碎蜘蛛网 然而尴尬的是他撞不动 反而被蜘蛛网给缠住 拼尽力气的苏年 也只是把龙头给突破耳朵 气急败坏的 他直接就用上刚改造的龙烟 一把火就烧掉了50多只蜘蛛 随即他直接飞往了伊特怪老巢 恶狠狠地看向伊特怪 询问精灵妹子在哪 得到满意答案后 他一脚就干掉伊特怪 随后苏年又暂时换回人形 来到关押的地方 他想帅帅地面对海瑟威 果然一进去就看到 海瑟威被蜘蛛网给缠在此处 海瑟威虚弱地问候起苏年 目前苏年系统点1090 海瑟威好感度100 瑟琳娜好感度达到了20 暂时拥有人形的变态恶龙 竟再次攻略了一个人类妹子 此刻迷糊的海瑟威 听到有人喊自己名字 下意识地闻了闻味 便知道是苏年来救他了 苏年急忙过来帮他解保 得救后海瑟威非常感激苏年 心里也对人类模样的巨龙先生 感到很好奇 而苏年要的就是这个效果 直接甩出一堆土味情话 惹得海瑟威害羞不已 只是瞬间海瑟威的好感度暴增100 达到了200点 因此解锁了第二阶段 获得终极吞噬 身体能力更加强悍了 系统点也奖励了3000 苏年这波简直是赚麻了 果然还是得攻略妹子啊 轻轻松松就赚了这么多系统点 比自己刷怪强多了 不过苏年有一个疑问 海瑟威是怎么认出自己的 已然变成苏年迷妹的海瑟威表示 就算巨龙先生变成任何样子 他都能认出来 回到部落后 苏年买了恢复药剂味给海瑟威 就期望他能尽快恢复身体 顺便再刷一波好感度 就是仗得太慢了 看来这个方法行不通 瑟琳娜无语了 哪有人把药水当糖水喝的 此话一出苏年又有了主 战利品得到的糖果 正好吃要食用 随后便去翻找了一遍 片刻后糖果没找到 却找到一个特别的箱子 打开一看竟有一妹子 被五花大绑着 苏年顿时就猛逼加鼻血狂流了 这是啥情况 随后对此女用上系统扫描 一瞬间对方的面板信息就形成 原来此女叫艾弗林 17岁的人类妹子 平级只有一级 对水系魔法很有天赋 当前对苏年好感度是负五十呢 瑟琳娜凑了过来 询问发生什么事了 只是在看到 净绑了一个新妹子回来后 直接就甩给苏年一巴掌 果然是瑟琳死性不改 海瑟威这事问到怎么了 瑟琳娜急忙捂住她双眼 是一小孩子不能看 苏年麻了 这又不是我干的 两女一副不可置信的表情 显然不相信苏年 没办法的苏年只能指着艾弗林 让她来解释一下 只是艾弗林却把苏年 当成强盗喷了起来 瑟琳娜见状过来安慰一下她 海瑟威凝视着苏年 你还说不是你 顿时好感度又下降了一几 苏年真是醉了 她这白口莫变了 事到如今只能求助玻璃 让她赶紧解释一下 没曾想耿直的玻璃 也有被刺的时候 表示当时就是主人 让她搬回来的 苏年麻了 当时只是让你搬占礼品 谁知道藏着一个妹子 就在几人嬉闹之间 一个宏大的意志 笼罩了整个世界 下一刻出现提示 本世界所有生灵将半数据化 本世界生灵猎杀天选者 将逐渐升级 天选者将在主物质位面 所有新手村投放 随着世界任务和新手村生成中 天选者降临到计时只剩三天 苏年错愕地看着这提示 随后看向两女头上 果然出现了血条 此时苏年系统点达到4452 海色维好感度200 瑟琳娜好感度20 爱芙琳好感度-50 变态色龙为了心情愉快 竟给几位妹子 换上了劲道着装 此刻对于这个世界巨大的改变 似乎只有苏年自己能看到 她询问两女 有没有看到奇怪的提示 然而得到的回答 却是一条猥琐的扎龙 苏年麻了 能不能别追着不放 之后苏年非常疑惑 按照这神秘的提示 怎么感觉像是在游戏世界中 系统这时出来解答 宿主所在的世界为真实世界 只是在某存在的影响下 即将办游戏化 并且警告苏年需要将玩家清除 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苏年麻了 第四天灾可是无限复活的呀 他怎么可能清理掉 而且他重生前也没听过 哪个国家能研制出 这么真实的游戏啊 系统解释到玩家 来源于另一个平行世界 和宿主以前的母星相似 只是游戏业非常发达 这样也好 对苏年也没那么多心理压力 反正不是老乡 干就完事了 只是玩家复活这点怎么搞呀 那可是无限复活的 系统再次解答此问题 玩家虽然能复活 但是每次复活时间会翻倍 第一次5秒 第二次就10秒 以此类推直至实现结束 见状苏年信心大增 有这种限制他就不怕了 算算只要干掉23次玩家复活 就要超过一年 就算玩家一年后重新回来 再死一次就是两年了 反观自己在无限变强 玩家只会愈发的弱 苏年之所以这么有信心 自然是认为他作为NPC的存在 肯定也能和玩家一样拥有互活 然而系统却表示 宿主并没有这项能力 苏年又麻了 什么狗屁规则呀 这太不公平了 为啥NPC就要用生命 作为代战云战了 这样根本就不是游戏 明明就是入侵了 系统继续解释着 宿主可以这么理解 不过你们作为防守端 拥有比玩家更强大的开端 力量的天平并没有清洗 而且输掉的一方是要毁灭的 苏年一听到这个惩罚 就怒气上头了 凭什么要这样对待一个世界 这是在玩弄生命 就在这时苏年的药效时间过了 他变回了聚容形态 海瑟威这时出来安慰苏年 刚才爱福林一事他了解清楚 错怪了苏年 苏年并没有在意这件事 不过回过神的苏年一脸惊讶 你为何要穿成这样 海瑟威这一套性感着装 把苏年给看呆了 海瑟威解释倒衣服坏了 瑟琳娜姐姐给他找到了这件衣服的案 转头看到瑟琳娜在帮爱福林换女服装 苏年怎么也没想到 瑟琳娜这家伙眼光这么好 不禁给他点赞起来 听到苏年的夸赞 瑟琳娜一时还有点没回过神来 他脸色羞红地表示这是伪装而已 看到女服装的爱福林 苏年在考虑要不要将他刷成系统典放了 毕竟才一级评价 只是在看到这副楚楚可怜的样子 苏年心软了 其实是色字当头了 虽然这几套装扮很劲爆 但还是太违规了 苏年直接在商城买了几套衣服给他们 没想到这操作也能增加好感度 之后苏年独自思索着 从几女的反应得知 这个世界只有苏年自己能看到那个提示 也就是说只有他能对抗玩家了 见状苏年决定不再悠闲下去 让玻璃把周围所有魔物势力告诉他 他要整合起这些魔物 此刻苏年系统点3852 海瑟威好感度210 瑟琳娜好感度30 果断让几位美女女仆患上了情趣装扮 此刻看着自己豪华属性面板的苏年 陷入了沉思 从公告来看 似乎土著杀土著是没经验的 必须要达掉玩家才能升级 而玩家升级机会就多很多了 毕竟土著数量更多 也就是说这是一个资源不对等的战转 而受益者只有两方的幕后黑手 当看到面板里可以通过锻炼提升五位后 苏年意识到这是一个破局的点 随后他看向一旁叫哈克的狗头人 示意对方过来一下 然后查看起哈克的面板 和苏年自己的对比了一下 才发现这差距有点大呀 为了试验锻炼能不能提升五位 苏年让哈克跑步半小时 不明所以的哈克只能照做 当泪趴的哈克出现在眼前时 苏年再次看向对方面板 发现生命和体质护甲都有所增强 看来锻炼确实能提升五位 这时三女换上了苏年买的装扮 不过怎么看 这几套都比之前的女服装还变态 就好像那种推销健身卡一般 苏年这色龙不老实啊 之后玻璃拿来了银月森林地图 上面标注了各种类型怪物 苏年见状思索起来 随即让玻璃召集所有狗头人 并且带上家伙准备半件大事 之后苏年强制召集了烈火兔一族 还有蛇鸡兽一族 以及长毛猪一族 然后给他们慢慢洗脑 发挥起传销般的演讲能力 把玩家危机倒了出来 需要银月森林的所有族群团结起来 说着还触发了被动技能贤者的眼泪 将本事寂静无声的现场 顿时引爆共鸣起来 苏年见状才知道 闲者眼泪是这样用的 这样一看貌似就像主角的演讲 一说什么别人都信 感觉自己就好像传销头子了 烈火兔这时问道 伟大的真龙我们该如何对抗敌人呢 毕竟他们都非常的弱 苏年文言给了他一个赞赏 问得好 方法就是魔鬼训练 随即苏年操练起这几个族群 烈火兔就跑步进行 蛇鸡兽就仰窝起坐 长毛猪就撞击树木 苏年对这次玩家冲击感到很自信 他并不惧怕此次危机 坚信这次赌局他会赢并的 此时此刻苏年的系统点达到3852 海色维好感度210点 瑟琳娜好感度30点 艾弗林依旧是负40 网瘾少年穿越成变态废文 本以为是享受龙生的时刻 不曾想尽要与外来入侵的玩家们开始争取 此刻玩家一方的水蓝星 也出现了巨大的变化 世界赌局的游戏正式呈现在眼前 伟大的存在一边筛选玩家境遇 一边讲解入侵的规律 首先入侵实现为10年 规则已进入游戏的玩家死亡前不可退出游戏 死亡后将进入世界广场等待复活 规则2尽量在游戏中存活越久 且完成各种任务获得侵略点 侵略点可用于兑换道具和生活所需 也可购买复活时间 侵略点可交易 规则3游戏世界会随即刷新宝箱 宝箱内有侵略点装备等奖励 奖励也可交易 规则4第一次复活时间5秒 后续每次翻倍 规则5游戏内时间流速1比10 如果在世界广场中死亡就真的死亡 与此同时 宿念这边还在持续操练森林族群 玻璃表示豺狼人和黑水蟒也耐入规矫 就在这时几道通知响起 玩家已经准备降临 新手村和规则都确定完毕 首先玩家们会在全世界范围内降临 新手村有一周自我保护时间 在保护时间内 就算土著生物进入新手村也会被传送出去 并抹除相关记忆 最后就是整个世界已经刷新各种宝箱了 而银月森林附近的茉莉干平原 也刷新了樱花1号新手村 随后在苏年猛逼的情况下 一个巨大的宝箱砸在他面前 只是苏年一打开却什么都没有 也就是说宝箱是专门给玩家准备 只有玩家打开才有奖励 合着他只是个工具人 替玩家守护宝箱而已 苏年那叫一个气啊 穿越近来做不了人就算了 现在还要给玩家守宝箱 随后苏年让灰太狼皮皮蛇几个族群老大 在森林中全力搜索这种宝箱 全都拿回来 然后就是让玻璃把制作的炸弹陷进的 也都拿出来 忽然苏年想到了世界地图这玩意 便询问系统有没有 系统是一有的 需要识系统点 这点对苏年来说不在话下 直接就解锁了 随后一张崭新的世界地图出现在眼前 苏年此时在思索着 这战争太不平等了 虽然玩家一开始很弱 但第四天灾可不是开玩笑的 而且现在又有七天发育时间 不过苏年作为网瘾少年 自然知道这些玩家的通语 就是好奇心太重了 没多久手下便把所有宝箱收集回来 苏年随即吩咐玻璃 把各种陷阱和炸弹等放入到这些宝箱里 然后在各自藏到附近的灌木丛 对于这些玩家 苏年已经想好怎么招待他了 既然敢让老子守宝箱 苏年情不自禁地就节节节地笑出来了 此时苏年系统点3842 海色维好感度210 瑟琳娜好感度310 艾弗林副410 穿越成邪恶巨龙 本该是享受龙生的时刻 却突然被异世界第四天灾入侵 导致身为天选巨龙的塔 被迫舍弃幸福生活 来对抗入侵的第四天灾 此刻在莫里甘平原的新手村里 来自玩家的丹尼尔 正熟练地操控砖头进行修建房子 他看了看这游戏系统窗口 却始终没有找到退出游戏案子 瞬间丹尼尔露出不可置信的表情 也就是说真的是一个异世界被制作成游戏了 另一边苏年的龙巢内 瑟琳娜在专心地练习魔法 避旁艾弗林则是无比郁闷 她姐姐现在一定很生气吧 原来她之所以落到强盗之手 是因为和男友布莱泽私奔 结果对方为活命把她献给了强盗 一想到此艾弗林就气愤不已 要是有见到布莱泽的机会 她一定要亲手嘎了对方 苏年都被这凶狠的眼神吓到 现在的小姑娘太可怕了 随即教导海瑟薇 千万不能学他们那样 顺便又给她投喂了药剂 好感度再次刷了一波 这时玻璃进来报告 有玩家从新手村走了出来 苏年文言露出不善的目光 果然被她预料到了 就知道有玩家会耐不住性的 从保护罩出来探索 与此同时几位精神小伙玩家 正自信满满地前往森林里 队伍里的老师小伙觉得外面很危险 想劝解他们回新手村 却遭到了队友的辱骂 带你出来是看得起你 别不知好歹 另一名熟悉的蓝色妖姬队友 不以为然地说道 有什么好怕的 你跟着我们自然会有肉吃 没多久 他们就发现了隐藏在丛林后的宝箱 就在几元兴奋地打开后 里面竟冒出了一条毒蛇 随后又是一阵变化 瞬间无数毒风追杀着他们 红毛小伙还算有点勇气 提剑就对毒风砍了起来 老师小伙就不太行了 正瑟瑟发抖地躲着 这时苏年也赶到了这里 直接一声龙吼 就把红毛小伙给吓死了 获得了实习同点 苏年也没想到 只是装个逼就把对方给吓死了 这届玩家心里素质不太行了 另一边老师小伙被狗头小弟给挡住了 苏年便假装不知道他们玩家 询问起他们是何人 老师小伙瑟瑟发抖地回答 只是路过此处 并没有打扰你的想法 苏年为了让此人回去通风报信 便故意说出你不要想着用加速药水逃跑 果然此话一出 老师小伙就想到加速药水 于是花费200侵略点买下了这碗 一溜烟的就跑掉了 苏年拥有系统点3652 海色威好感度220点 瑟琳娜好感度30 艾芙琳好感度依旧是-40 网瘾少年开局穿越成恶龙 并获得了超级无敌恶龙系统 只要和妹子黑黑就能变强 如今更是肩负拯救世界的中国 话说从巨龙那逃离后 蓝色妖坤又踏上了寻找宝箱之旅 没一会儿便找到了白银宝箱 不过需要宝箱钥匙才能开死 价格是1000侵略 对于新手玩家来说太贵了 不过蓝色妖坤想起来 似乎干掉守护怪就能掉落钥匙的 于是他找起了守护怪 片刻后一只三级的烈火兔首领被他发起 没想到守护怪才三级 妖坤忍不住狂喜起来 他已经幻想到自己崛起的时候 说着就掏出新手剑想要捅烈火兔 然而烈火兔察觉到了他的气息 直接就是一拳把他打得不成人样 这时候烈火兔强壮的身躯也终于呈现出来 果然不愧是经过苏年特训的 这八块腹肌看着都可怕 蓝色妖坤麻了 这是三级能拥有的力量吗 太不科学了 将妖坤打成猪头后 烈火兔首领让他把箱子打开 或许可以饶他一命 妖坤为了活命只能忍痛兑换了钥匙打开 只是里面等待着他的是一颗炸弹 就这样玩家把蓝色妖坤领和饭 与此同时新手村这边 已经有女玩家建造起了梦想小屋 这种玩法也能获得数百个侵略力 而丹尼尔却是建造起了防御箭塔 以及防御城墙 就在这时 逃跑的老师小伙赶了回来 急忙对大家喊到附近有巨龙存在 让所有人快逃 丹尼尔麻了 你确定不是开玩笑吗 这是新手村啊 怎么可能有龙那种怪物 老师小伙指了指逃回来的方向 无比的肯定巨龙就在那边 并表示同伴刚才就是被巨龙杀死 丹尼尔见状才相信了巨龙存在 不过他也没有多惊慌 反而建议趁现在保护期 大家把盖房子用的材料和食料拆除 用来建造城墙和箭塔比喻巨龙 女玩家闻言顿时不乐意了 凭什么她盖的房子就要舍弃掉 与此同时在龙巢内 瑟琳娜和艾芙琳似乎闷闷不乐了 苏年不解地问到怎么了 海瑟威表示瑟琳娜姐姐是因为魔法失败生起 而艾芙琳姐姐则是想杀人 看到海瑟威这么轻描淡写说出杀人一词 苏年就麻了 没想到还是被他们给带坏了 就在这时手下回来 他们按照苏年教的方法 先是让玩家开启宝箱 他们再收集回来 果然里面出现了很多东西 一阶冰系法式技能冰锥术 风单牛肉羊腿肉的 忽然苏年瞧见了一个紫色物品 居然是一张火焰剑塔设计图纸 此时苏年系统点3862 海瑟威好感度220 瑟琳娜好感度30 艾芙琳依旧负40 这个女人有多狠 居然要割掉前男友的昆昆拿去喂猪 此刻在看着到手的火焰剑塔图纸 系统却提示苏年无法使用 看来是要特定条件才能用 这时瑟琳娜看到了 梦寐以求的兵系技能书 当即和苏年撒起娇来 苏年哥哥把这魔法书给人家嘛 苏年顿时被折服了 你拿去你拿去 没想到一句话就整个对方发情 瑟琳娜有点后悔撒娇了 苏年一听就猛逼了 你这小妮子 我怎么就发情了 虽说苏年很气愤大还是忍住了 毕竟是SSR妹子还需要攻略呢 不过瑟琳娜还是跟苏年道谢一声 好感度也增加了20天 这时苏年好像想到了什么 直接飞到龙巢外边 来到一处开阔地带后 系统终于提示剑塔能使用 因是紫色品质一共能用5次 苏年见状兴奋不已 果然被他猜对了 随即对着选好的地址建造起来 需要石料10吨木料3吨 工人20名15千克 建造时间为12小时 工人则需要自己提供 只能在人类狗头人地精和矮人之中选择 苏年也没想到这么复杂 连工人都要自己提供 随即把玻璃喊了上来 让他找20个狗头人去建造这个箭塔 只是对方在爬上这个山头时 已然累地趴下了 苏年见状感到非常不好意思 要不你还是明天再开始吧 好好休息一下 之后回到山洞中 妹子们都已经入睡了 每个人都有着自己的心事 瑟琳娜是以后要做最厉害的魔法师 爱弗林则是想着复仇 将前男友的下面割掉为主 让苏年意外的是 海瑟威似乎非常惊慌失措 避直在悼念着爸爸妈妈 还有恶魔走开 苏年感到很不解 据他所看的百科全书 恶魔在1500年前不是完全消灭了吗 现在怎么还会有这种玩意 也就在这时 海瑟威睁开了通红的双眼 仿佛就被所说的恶魔给附体一半 没想到堂堂巨龙一族 竟连一条鳄鱼的防御都破不开 此时海瑟威在睡梦中 又回想起从前那悲惨的记忆 他的家乡就是被传说中的恶魔给图录了 爸爸妈妈也因此全部遭殃 最后姐姐也因保护他而死 只是不知为何恶魔没有杀掉海瑟威 似乎想从他身上得到什么 从那以后恶魔恐怖的事 就深深刻在了海瑟威脑海当中 伴随着无数夜晚都会在睡梦中惊醒 此时苏年看到海瑟威这般模样 必知道他可能在做恶梦 不过这血量还是不太行了 经过这么多天的喂养 始终只能把海瑟威稳定在63天寿命 再也没有上升的迹象了 就在这时 海瑟威猛地醒了过来 只是这般模样怎么看都不对劲 果然海瑟威如同黑话一般 直接对苏年动起手来 只是一击就将他打到墙壁上 苏年猛逼了 其余两妹子听到动静后也是醒来 不解地问到苏年 大半夜的想干嘛 此时苏年哭泣泣的 海瑟威击飞他后已然消失不见了 随后他们赶紧出去寻找起来 片刻后在一片沼泽地发现了动静 瑟琳娜认出了那里是银月爪雾 此时的海瑟威 正在对沼泽之王巨恶大发雷瓶中 奇怪的是他的血条居然满了 苏年非常不解 刚才都还只剩一小管血条 而且他对战的可是二阶十五级巨恶 居然能碾压巨恶 也就在这时 海瑟威的意识似乎逐渐清醒过来 瞬间就失去了那股莫名的力量 从半空中掉落下去 眼看就要落入巨恶口中 苏年急忙来救场 一道恶龙咆哮朝巨恶袭去 把海瑟威带到安全位置后 瑟琳娜检查了一下 似乎只是暂时晕倒而已 忽然巨恶这个老六居然跟来了 苏年麻了 你个小垃圾还搞偷袭 就这样苏年被拖回了狐狸 苏年哪还忍得了 直接就和巨恶干起家来 只是这巨恶皮糙肉厚的 根本就刮不动它 且在水中也没法用出龙锡 见状苏年呼出系统 直接改造灵甲爪牙和水下呼吸器呢 总共需要花费一万系统点 苏年没有犹豫果断使用借贷功能 下一刻如以往一般 改造过程非常的痛 不过苏年的龙蛆也再次得到强悍的提升 此时它的系统点变成-9300 海瑟维好感度220 瑟琳娜好感度50 艾弗林好感度依旧是-40 没想到看似若基的猫耳娘 居然在入睡后变得如此生猛 直接狂揍身为沼泽之王的巨龙 就在苏年被拖入水中后 瑟琳娜急忙来到岸边 呼喊苏年有没有事 迟迟得不到回应的瑟琳娜 莫名觉得有点兴奋 这样她那本技能书是不是不用了 然而下一刻进化完成的苏年 直接一爪子串着巨恶从湖中飞了 这威士才对得上巨龙的身份 随后又对着巨恶一鞭子抽过去 最后抓着巨恶的嘴巴做起合法 直接一到龙溪将巨恶烤熟透 随即几人开始品尝起巨恶肉 片刻后吃得饱饱了 也就在这时 系统提示获得磨合一枚 竟是低阶属性磨合 苏年惊呆了 难道海瑟威就是知道有磨合 才会选择对付巨恶的 再看向一旁的海瑟威 血条静又变回原样 并且更加严重 寿命只剩24小时了 苏年着急地询问系统 知不知道海瑟威的病情 然而系统也不知道 看来要查清海瑟威 到底得了什么病才行 还有为什么会无缘无故暴走 那股力量着实惊人了 忽然苏年想到了办法 便询问瑟琳奈 知不知道哪里有牧师 只是瑟琳奈也不清楚 艾弗林这时难得开口 她知道哪里有牧师 就在安流四王国境内 不过苏年这个样子 也没法去王城吧 苏年看了看自己龙蛆 确实没法以这副模样 去人类城市 不过苏年之前 还有几瓶划行药水呢 只要在划行失效前 搞定就行了 艾弗林见苏年久久未回答 便以为对方不帮海瑟威 果然雄性都是自私的 再加上回想起前男友抛弃他 艾弗林就愤愤不平 然而就在这时 苏年声音传来 让他带路吧 艾弗林也没想到 对方竟真敢去人类城市 就这样好感度加40 终于成正数了 飞行途中的苏年一愣 怎么艾弗林 无缘无故提升好感度 不会是被他的绝世龙去给吸引了 再看到解锁第一段奖励 只有300系统点时 苏年便追问系统怎么回事 系统点少就算了 不应该还有个特殊能力吗 系统却表示 极评价女性 只有在达到第二阶段时 才能获取特殊能力 随后系统把刚得到的 数百系统点扣除 还需偿还9000系统点 苏年妈了 原来还欠这么多系统点 服了呀 在一届都还要还贷 这简直是惨绝龙还了 没多久他们几人来到了 安流斯王城外面 此刻苏年系统点赴9000 海色为好感度220 瑟琳娜50 艾弗林则达到了0 没想到一届的医生看病这么独特 不仅上下棋手 更是对病者填了起来 此刻安流斯王城内 正在为大骑士布莱泽庆祝中 因为他把消灭狂风强盗团的功劳 揽在了自己身上 而这一幕也被苏年给看透 他着实被气到 明明那强盗团是被他锁灭的 如今居然被这个布莱泽给抢工了 要不是的抓紧去寻找牧师 他现在就让这个布莱泽知道什么叫菜 随后苏年来到了一间朴素的屋子前 据艾弗林所说 牧师名字叫罗布 苏年当即敲响房门 并且喊道罗布牧师可在 只是等了好一会儿都没人回应 如今时间可不等人了 苏年只好踹开房门 正好就撞见了前来开门的实习妹子 名为巴巴拉的妹子被吓了一条 苏年见状跟他道歉一声 并解释自己是来找罗布牧师的 谁知巴巴拉瞬间就变脸 没关系反正坏掉的门 你记得赔偿五十银币就好 随即介绍自己名字 并询问找他老师有何贵感 苏年便将来此治疗遗失到初 然而巴巴拉表示老师已经远游了 只因老师无法治疗王子的布举之症 所以暂时逃避一下风头 并且回归时间不确定了 忽然苏年的披风落下 当看到怀中的海色威士亚精灵后 巴巴拉顿时就被吸引住 那少女心迸发而出 只是在观察了一会儿后 他也觉察到这个亚精灵时日不多 苏年见他一眼就看出病狂 便询问他是不是牧师 巴巴拉笑道没错 不过只是实习牧师 苏年见状着急地询问他 看不看得出是什么病因 并将昨晚海色威抱走以示导出 随后把海色威安顿在床上后 巴巴拉又闻了起来 那场面就好像遇到了绝世美食一般 随后他更是直接上嘴舔了起来 最后又听起海色威的心跳声 这一幕把苏年给整印了 现在牧师都这么看病了吗 怪不得安流斯王子的病治不好 忽然巴巴拉惊叫出声 他找到了病因 原来海色威身上沾染一种凶残的诅咒 连头便在心脏当中 其他病症就是由这个诅咒引起的 此诅咒十分的霸道 会掠夺走被诅咒之人的全部力量 发作时便会身体暴走 苏年惊讶道 必死就是说只要身体好转一些 就会发生暴走行为 然后就会消耗掉生命 巴巴拉摆摆手表示是的 苏年便询问他能不能治疗 然而巴巴拉也没法治疗 他只能将病症暂时压制一半 只是这样并不能维持多久 不过他倒是知道解除诅咒的办法 一共有两种 第一种就是杀掉下咒之人 第二种则是去除源头 换掉被诅咒的心脏 说着还闻了闻苏年的心脏 表示最好是一颗龙心 看来他已然知道苏年的身份 此时苏年的系统点欠着九千 海色威好感度二百二十 瑟琳娜五十 艾弗琳则是零 再次变成人形的变态恶龙 难道要攻略同样是变态的妹子吗 此刻苏年惊呆了 你这牧师是属狗的吧 连他身份都能闻得出来 不过对于换星这个方法 苏年自然还是保持怀疑态度 想看看还有没有别的办法 巴巴拉表示还真意我 不过那方法已经失效了 就是在传说中的大精灵泉水浸泡就行 但是泉水干涸了 还有就是去北大陆的领东帝国 有高阶牧师可以用大进化术 只是这样患者时间就不够了 对了还有一种方法就是找到女巫 他们总是有奇奇怪怪的方法治疗患者 不过可惜的是依旧没法实现 女巫的行踪非常难确定 苏年妈了 合着其他办法都不行 要不巴巴拉你先用治愈魔法 帮助海瑟威恢复体力先 然后再去找其他方法 巴巴拉文言尴尬无比 转头就是找一本书看了起来 苏年健壮偷瞄了一眼 竟是初级治愈术入门手册 好家伙你连这魔法都不会吗 巴巴拉让他安心吧 虽然这是他第一次施展治愈术 但他还是很有信心的 随后巴巴拉对海瑟威用起治愈术 片刻后海瑟威就醒了过来 苏年健壮高兴极了 海瑟威疑惑到这是哪里 苏年便将他晕倒 且送来安留斯这里治疗仪式到处 这时在听到海瑟威称呼苏年为巨龙先生时 巴巴拉笑了出来 他果然没猜错 你就是巨龙 再结合那个亚精灵 你应该就是被围剿的那条黑龙吧 见身份败露 苏年也大方承认了 本以为巴巴拉会去举报什么的 然而他却天使附身 也能进行唤星 如果你要做的话 我可以给你巴折优惠 巴巴拉兴奋地说道 别说苏年在瞧见对方的工具后 还真有几分相信了 只是对方连治愈术都不会 苏年自然不会轻易答应 但他也没有拒绝 只是表示自己先和海瑟威商量一下 随后拉起海瑟威快步离去 对于这个连治愈术都要翻书的女人 苏年果断就溜了 在回去的路上 苏年问到海瑟威是哪里不舒服吗 怎么一副闷闷不乐的样子 海瑟威伤心道 巨龙先生我的病是不是无法治好啊 苏年安慰他别多想 有自己再肯定能治好的 并且给海瑟威发誓会没事的 听到巨龙先生还为自己启示 海瑟威就非常的开心 顿时好感度达到250点 不过巨龙先生你得保证 一定要在不伤害自身的情况下救我 苏年让他安心吧 自己会找到解除诅咒的办法 就在这时系统提示道 一位特殊女性NPC向宿主发起召唤邀请 苏年疑惑地看向这个请求 网瘾少年穿越成邪恶黑龙 不仅轻松收获三位角色女狐 如今更是凭借王霸之气 连远在数万里的精灵女王都吸引到 此刻在圣奥利斯特国的圣殿内 并且同样带着尖尔的女子正祈祷 然而却始终得不到回应 他的多次祈祷都已失败告终 而正是苏年所拒绝的 他在看到有特殊NPC的请求后 并没有去回应 因为眼下他有着更重要的事 等苏年和海瑟威回到龙巢后 便看到火焰箭塔已建造完整 苏年夸赞了狗头人一波 不愧是建筑中的天才 既然如此剩下的四次箭塔建造机会 也可以用上了 随后苏年打开了箭塔的介绍 目前等级为一级 护甲一万射程30公里 全自动的话要10秒射一次 如果用人攻则最快可达到1秒离间 更是有着群伤技能 攻击100次出发 苏年剑撞便要试试这箭塔的威力 让玻璃把箭塔目标对准那边的眼笔 随着箭塔瞄准的眼笔 苏年直接喊出了开炮二字 顿时一道带着火焰的巨箭朝目标射去 下一秒发生了威力颇大的爆炸 只见眼笔已经被炸掉了一大块 苏年惊呆了 这尼玛确定是箭吗 难道不是简化版的西风快递吗 怪不得攻速那么慢 苏年随即想到建造工人不同 建造出来的建筑效果也不同 那要是不同魔物操作 会不会也有所不同呢 苏年当即让玻璃找来20个烈火兔 准备做起实验 待烈火兔找来后 苏年便让他们进去操控箭塔 果然苏年猜对了 烈火兔一进入箭塔便出现系统提示 箭塔将会发生变异 是否继续 那还用说 苏年果断选择继续 下一刻烈火兔操控箭塔射出的攻击 竟是一根带着火焰的大型胡萝卜 苏年见状便意识到 这是根据操控者本身的能力改变的 有了这些箭塔 他的龙巢防守就不成问题了 就是攻速和射程有待提升 随后便询问系统箭塔主的才能升级 系统表示需要十颗三阶火系魔兽魔盒 这条件着实困难了 毕竟苏年上次靠进化斩杀的那只巨鹅 也才获得一枚低阶魔盒 看来得到银月山脉深处才能找到三阶魔兽 就在这时海瑟威交集找来 瑟琳娜和艾弗林不知为何打了起来 苏年一听色性就上来了 他不禁幻想到两女的呼呼场面 要知道女人的打架场面绝对春色满满 最后他在登场劝情 让梁女找自己撒娇哭诉 对苏年来说就是妥妥的福利啊 一想到这苏年就傻笑起来 海瑟威一脸黑 巨龙先生你再不去估计龙巢都炸了 苏年顿时就不淡定了 傻玩意怎么还扯上炸龙巢 忽然苏年才想起来 梁女似乎是魔法师啊 这下她的龙巢要完蛋了 没想到两个女魔法师打起架来 竟也是互相扯头发 此刻来劝解的苏年 见到梁女不听自己的话后 直接就变回原形阻止了梁女 海瑟威这是偷偷说起打架原因 原来是瑟琳娜学了那么多天 都学不会的兵系技能书 被艾弗林看了一眼后就学会 然后两人就打起来了 苏年麻了 合着就因为这种小事打起来 实在太不像话了 如果再有下次 最好是能肉搏就肉搏 千万不要用魔法 苏年这一个转变着实让人想不到 就这样一场闹剧落下了帷幕 到了夜晚瑟琳娜独自在龙巢上方垂起大树 她恨自己为啥学不会技能书 这震感直接导致下方巢穴石头砸到了苏年 苏年急忙出来阻止她 就一个吵架而已 以至于气到这种地步吗 还让不让人睡觉了 瑟琳娜文言伤心起来 她就是觉得自己是个废物 苏年健壮安慰起她 条条大路通罗马 既然这条路不适合你 那你就换一条别人没走的路就好了 瑟琳娜一脸疑惑 什么是别人没走过的路 苏年表示你这么凶残的一个魅力 肯定适合黑魔法那一类 瑟琳娜反驳到黑魔法是一类学的 肯定不适合我的 不过还是很感谢你能出来安慰我 顿时瑟琳娜的好感度上涨50 达到了100 第二天数只鸟妖忽然盯上了烈火兔 他们都被这又大又肥的烈火兔给吸引住 不过却有同伴疑惑不足 为何烈火兔突然变得这么大只 而且还带上了大金链子 当然不管烈火兔变得多大只 他们鸟妖也都不惧怕 只是要注意巨龙 他们听说森林里是有巨龙存在的 随后几只鸟妖便对烈火兔出手 然而看似柔弱的烈火兔一族 瞬间就超级变身成为猛兔 鸟妖们猛逼了 什么情况 看到烈火兔这又大只又雄壮的身躯 鸟妖们有非常不好的预感 果然烈火兔只是一拳就奏飞一只鸟妖 其余鸟妖见状便萌生了逃跑的想法 然而却被一张之王给抓住了 之后他们被带到了苏年这边 苏年见状质问为何要偷袭自己小弟 为首的鸟妖哭诉道 他们不是故意 实在是太饿了 原来在前几日有一群鹿鹰兽抢走了他们潮雪 还抢走了食物炎羊更是残害他的族 所以仅存的他们也是迫不得已狩猎的 苏年文言一惊 银月森林另一侧嘛 看来那边也有新水村的分布 为首名为哈娜的鸟妖 这是请求苏年 帮他们夺回家园救出族人 作为回报 他将带领族人加入苏年麾下 并奉献全部炎羊 身为变态色龙领主的他 总是能获得一些奇怪生物的效忠 不仅有狗头人一族 还有八块腹肌的烈火兔一族 如今再次迷住了美艳鸟妖 此刻苏年一脸无语 鸟妖的做法他能理解 但是为啥要在烈火兔拉时时狩炼 不过这些鸟妖平均等级17级组 是非常不错的空军 而且甜美歌猴也能迷惑完下 见状苏年便接受了哈娜的加入 可以往一般滴血认主 鸟妖正式成为苏年的新眷属 处理完这件事后 苏年便准备帮鸟妖救回族人和食物 海瑟薇表示他们也想去 却遭到了苏年的拒绝 这时去打架不是游山玩水的 海瑟薇委屈到自己是想在谨慎的时间里 多陪陪巨龙先生 两女随之附和道 他们很能打的 见状苏年也没有拒绝 不过他只选择带上海瑟薇 看来是因为时日不多的原因 才导致他最近有点炎热 临走时苏年吩咐狗头人和猎火兔一切招绝 有人类靠近就拿箱子诱惑他们 但是不能让他们靠近核心地带 之后苏年便带着海瑟薇和鸟妖踏上争承 没多久他们便来到鸟妖巢学 哈娜提醒到这些鹿鹰兽非常狡猾 需要多注意点 苏年此时有点后悔带海瑟薇出来了 因为他闻到了浓郁的血腥味 随后便让海瑟薇待在这里等自己 苏年独自往洞穴深处走去 一进去便看到众多鹿鹰兽盘踞在山洞上 全都是三阶魔兽 怪不得鸟妖被虐杀 就连苏年都有点慌啊 单个来说他是不怕 但是这一眼看去可不止一倍啊 苏年萌生了离开的想法 等下次带其人马再来吧 只是在离开时却不小心弄出了声响 顿时把鹿鹰兽的仇恨吸引过来 既然如此苏年也不是怕事的主 就让他大战一场吧 驱使着巨大的龙驱冲了过去 一爪子一个鹿鹰兽 再加上龙溪喷涌而出 直接怒斩了袭来的23只鹿鹰兽 成功获得三阶火系磨合23枚 正好苏年需要这些材料 就在这时 一只巨大的鹿鹰兽袭来 看样子是BOSS级别的 此时苏年的系统点还欠着8655点 海色威好感度250 瑟琳娜好感度100 爱福林依旧是零 穿越成邪恶黑龙有多么的惬意 不仅能随意狩猎魔兽 还有精灵女仆的关心 此刻看着眼前这个 堪比BOSS变异鹿鹰兽 苏年意识到难倒了 但眼前也只能硬拼了 在对方冲来的瞬间 苏年发动龙溪喷射而出 然而这只鹿鹰兽根本不怕火焰 直接飞到苏年旁边 一爪子就挠上了苏年 苏年妈了 这家伙速度好快 这时鹿鹰兽发动了第二次攻击 苏年的翅膀被咬伤 导致失去了平衡 关键时刻苏年一个兔子登鹰 一脚踹飞变异鹿鹰兽 给了他狠狠一击 最后再补上一道龙溪 顿时山洞发生了巨大的爆炸 苏年也被吹飞到外面 海瑟威见状非常的担忧 急忙让哈娜在自己过去 一落地便看到苏年一副挂了的模样 海瑟威顿失无比的伤心 祈求巨龙先生别死 然而苏年只是累了而已 看到海瑟威哭了后 慌张的起身安慰起他 自己只要吃些东西就能恢复了 海瑟威一听才停止伤心 这时系统提示终于出现 击杀变异鹿鹰兽奖励 一枚暗属性魔盒 苏年愣住了 还有黑色魔盒吗 之后苏年回到山洞啃起鹿鹰兽 在吞噬技能的加持下 他受的伤很快就恢复过来 身体还因此变得更强了 就在这时竟还有一只鹿鹰兽活着 直接偷袭起海瑟威 一个爪子就把海瑟威抓起来 苏年见状龙溪喷射而出 狠狠给他一击 海瑟威也趁机挣脱 从天上掉了下来 此时苏年还欠着8155点系统点 三女的好感度依旧没变 精灵少女只是接了个吻 就获得了三个月寿命 此刻海瑟威正从空中掉落下来 然而迎接她的是一片绿色泉水 她并没有怪我 劫后余生的海瑟威疑惑不足 这泉水好像有点舒服 就在这时水中浮现一道光芒 海瑟威大喝到什么人快出来 突然一道黑影出现惊到了海瑟威 黑影自语着终于有人找到个人 海瑟威惊慌道你是谁 这时黑影终于呈现真面目 是一个和海瑟威有点相似的角色美女 她是这个大精灵泉水的守护者 她看出了海瑟威此时的身体状况 海瑟威见到此女后非常的激动 姐姐是你吗 然而女子却表示自己不是她姐姐 只是她记忆中应该有的样子 说着女子吻上了海瑟威 让她忘记痛苦吧 下时间女子消失得无影无踪 海瑟威也来到了泉水底部 周围竟堆满了许多宝贝 带她出来后便见到了寻来的苏年 苏年落地后便探查起海瑟威的状况 只见她原本只剩62天的寿命 竟变成了三个月时间 是精灵之力的加持 不仅如此还新增了许多的天赋技能 苏年惊呆了 这是什么情况 只是不见一会儿 怎么还得到了精灵之力的加持 究竟经历了什么 海瑟威表示自己得到了姐姐的祝福 苏年一听那个色星就上来了 大姨子过来了吗 在哪里 海瑟威忽然抱住了苏年 巨龙先生你担心我吗 那还用说 肯定担心了 海瑟威含情默默地看着苏年 说谎的人要吞一千根针欧 就在这一刻 海瑟威的好感度达到了300点 成功解锁第三阶段 获得5000点系统点 吞噬也进化成高级吞噬 不仅能恢复身体 还能吞噬不同物质 获得不同增强 苏年龙眼瞬间闪起星星 这奖励着实丰厚啊 然而还没高兴一回 系统就直接偿还了欠着的系统点 最后还剩3155点需要偿还 苏年急了 瞧豆麻袋啊 系统咱们好好商量一下 能不能把剩下的贷款清零算了 然而系统却坚决表示不行 苏年怒了 威胁到钥匙不清零 他就把系统仪式讲给玩家听 要知道他的存在本身 就是不符合世界规律 如果他没猜错的话 系统就是在作弊 此话一出系统人性化的流起汗来 似乎真被苏年抓住把柄了 没想到系统也有被找麻烦的一天 在猜测到系统作弊后 苏年便威胁起他 你也不想作弊的是被发现吗 还不赶紧将我欠的系统点清零 系统估计也麻了 最后还是妥协 借贷计划改成阶段改造计划 顾名思义就是分期付款的意思 苏年一听那叫一个开森 至少比毫无人性的周八皮借贷改造好多了 不过这个没有利息的吧 系统当即表示没有 不过要等分期还完才能继续使用 苏年文言那叫一个得意啊 你个小垃圾跟我玩还是太年轻了 海瑟薇此时开口道 这里好多宝箱呢 苏年打开一看惊呆了 啥玩意怎么全是骨头 苏年健壮让海瑟薇别打开先 然而海瑟薇打开宝箱后 却得到了两本紫色魔法书 水系和光系的 苏年麻了 这是区别对待吗 怎么自己就开不出宝贝 海瑟薇疑惑地看向他 没事你继续开吧 苏年悄悄地训起系统 怎么海瑟薇这谋 你确定他不是主角吗 话音刚落海瑟薇又开到一个三阶火系魔盒 苏年麻了 这玩条毛啊 我拿命打的魔盒 还不如他开一个箱子 系统见状安慰他别想多了 只要本系统在身 只要你遵循规则之力 你一定会成为龙中之巨龙的 苏年注意到了关键点规则之力 这么说他倒是想起很多奇怪的点 如果一开始在网吧触电隔屁的 是他旁边的小姐姐 那很有可能小姐姐就会穿越到海瑟薇身上 然后获得黑龙的好感度这样子 而且他系统商城里大部分都是女性物 这样一来苏年好像又发现了真相 系统急忙打住他 表示清零也不是不可以 然后便将剩下欠着的系统点给清零了 苏年也没想到还有意外之喜 看来这个小垃圾有很多秘密呢 这时哈纳飞了过来 他的族人已经全部救出 并带着炎阳食物返回龙巢了 苏年点头事意知道了 让他们先走一步 自己和海瑟薇随后跟上 与此同时在新手村里 从苏年手中逃跑的老师小伙 正激动地诉说森林有龙一事 然而却遭到了众多玩家的嘲讽 明明周围连只兔子都没见到 还望眼有龙 着实可笑至极 老师小伙继续解释道 两个伙伴已经被嘎了 待他们复活后你们就知道了 丹尼尔这时开口缓解气氛 不管真假我觉得应该去探查一番 现在组织一千人去营月森林 谁愿意的就来报名 老师小伙见玩家们都不相信自己 也就没有再多劝解 反正愿意送死的就让他们去死吧 这是一条吃大便就能变强的巨龙 吃得越多则变得越强 只因他有一个高级吞噬技能 可以吞进世间万物 此时看着高级吞噬技能的介绍 苏年觉得自己只冷起来了 当即找了快铁矿石就要测试一下效果 随着矿石入龙组 苏年吃的那叫一个得进 不过这个味道着实难吃 果然效果是有的 灵甲和身体僵硬等强度增加了极少数值 只是速度却要降低 看来也不能乱吃东西了 不过想要弄清高级吞噬的规律 还是要多品尝其他种类才行 之后苏年啃起了黄金 灵甲和火元素抗性增加 然后就是白银 灵甲和毒抗性增加 再就是吞了一只山狼 在饥饿时全属性会增加 最骚的是苏年不小心咬到舌头 竟也触发了吞噬效果 他的黑龙肉 让他提升了名为康奈的龙族血脉纯动 苏年一脸猛逼 这康奈又是哪位大佬 莫非自己跟这个龙族大佬有血缘关系 如果是公的可能是自己太太太太爷爷 如果是母的应该是太太太太奶奶 经过这番测试后 苏年目前只有吞噬黄金和白银不会有副骨肉 两者都能提高灵甲强度 不同的是一个增加火抗性 一个增加毒抗性 正好龙巢附近有白银矿 暂时够用了 只是黄金就稀少了 看来的找机会去人类王国的宝库逛逛 就在这时海瑟薇声音传来 原来他又开了一堆好东西 便向巨龙先生索要夸赞了 苏年妈了 这下石锤海瑟薇才是天选之子 简直就是欧皇在世 之后回到龙巢内 狗头人向苏年汇报近期情况 他们按照吩咐将空宝箱装了点物品 再次安置在了丛林中 苏年见状夸赞玻璃做得好 不过放在里面的东西应该都不贵重吧 玻璃表示自然不会是贵重物品 只是一些烤熟了的带线的大厂 苏年文言想到前世的九转大厂 顿时一阵恶寒传来 没想到玻璃这么会玩 这时屌人过来汇报 发现了银月森林外围有一栋 苏年一听便意识到是玩家们来了 看来是按捺不住上钩了 当即一副恶狠狠的表情 下达了命令 让玻璃和烈火兔一族带上士兵去见他 黑水蟒和蛇鲲兽则是准备陷阱 最后豺狼人和长毛猪准备应战 这下苏年要好好整玩家们了 此时系统点灵 海瑟威好感度300 瑟琳娜好感度100 艾弗林依旧是灵 一个新手村的普通少年 在面对恐怖威势的恶龙时 竟还想着反杀恶龙 此时在银月森林外围 玩家们联手探索到了这 只是周围却什么都没有 大家都有点放松几气 丹尼尔提醒到当心有诈 话音刚落 队伍就有两名女玩家 被黑水蟒给偷袭 只是这姿势怎么有点熟悉呢 然而大家都没发现少了两个人 只是觉得有股奇怪的声音 就在这时 又有一玩家被盯上 只是瞬间此玩家就被偷袭打掉 与此同时 豺狼人一族直接发动袭击 把玩家们打得那是一个凹叫 丹尼尔依靠冷静的心态 反杀了一只魔物 直接让他获得侵略点500 等级也提升到30级 然而他还没大发神威 队伍就已经四散而逃了 见到这一幕丹尼尔也是服了 真是一群废物啊 只能带着残兵溜了 只是他们来到的地方 好像是龙头外 丹尼尔此时也想起 刚才魔物的不对劲 他们并没有恋战 只是在驱赶他们 莫非前方有更可怕的怪物 这时队里有玩家 发现了山顶上的箭塔 并明拥有鉴定术的女玩家 便出手探查 只是他的鉴定术 都扔到藤蔓和树叶上 丹尼尔让他扔准点看看 随着鉴定术命中塔的部位 大家才意识到 这居然是箭塔 难道这里是人类领地 紫毛精神小伙这时开口道 反正有牧师和法师套路 根本不用怕这些塔 话音刚落 一根炮弹就射到 他们身后的树上 紫毛小伙还在狡辩着 这件也没啥用啊 就是粗大了点 命中率不高 然而就在这时 炮弹底部封口悄然打开 瞬间从其中涌出了绿色毒物 丹尼尔麻了 这是毒气弹 急忙提醒大家捂住口鼻 忽然山顶上的箭塔 全面开火 瞬间各式各样的箭弹 蜂拥而至 把玩家炸得那叫 一个哭爹喊扬的 远处的苏年 正看得津津有味的 还好他此前 把箭塔都升级了 不仅增加了射程和威力 连箭矢的种类都增加了 海瑟薇正式跑过来 问到需不需要帮忙 炮盾和治疗 果然一连套的指令完成后 那些炮弹 已经无法打乱他们的阵型 只是还没来得及高兴一会儿 天上苏年那巨大龙影 就惊吓到了他们 苏年此时带着邪恶的滤镜 呵斥玩家们 竟敢擅闯他领地 丹尼尔此时也不淡定 竟真的有恶龙在此 只是此子的心性 确实有点狂 就这么一会心态又稳了下来 还想带着队伍 反杀苏年这条恶龙 这样他就能成为 最顶天的玩家 论头铁玩家是多么的头铁 竟敢主动向恐怖的巨龙 发起攻击 此时苏年那是一个大显神威啊 冷静下来的丹尼尔指挥众人 快躲避恶龙攻击 苏年率先一到龙溪出手 然而就是这么凶猛的龙溪 居然被丹尼尔的一件 宝物披风给挡住 见到龙溪轻松被自己挡下 丹尼尔是愈发地猖狂起来了 随后他打开队伍频道 让想活命的玩家都听他指挥 法师们分散开来去远程攻击 战士准备去后方偷袭 最后丹尼尔花费大量侵略点 购买力量和速度以及防护等药水 在他的指挥下 法师们各自分散站位 手上的技能是一个都不留的狂轰乱炸 然而这些攻击 对苏年那强化数次的龙去来说 完全就是挠痒痒的感觉 就在这时 丹尼尔来到苏年身后 一个跳跃便要偷袭苏年 只是在关键时刻 忽然闪烁起一道亮瞎眼的光芒 把众玩家都照得不敢睁开眼 待苏年回头一看 丹尼尔这家伙已经被猪网给绑住了 正是海瑟威和瑟琳娜他们过来支援了 剑指挥都被逮住 玩家们顿时就慌了起来 萌生了逃跑的想法 然而苏年可不会轻易放过系统点了 便让手下们追击逃跑的玩家 一时间整个场面如同鸡飞狗跳板 最后只有少数玩家逃出了银月森林 只是苏年并不打算放过他们了 直接亲自追了过来 一到龙溪就灭掉剩余的玩家 玩事后系统奖励了首次胜利的2000系统点 以及击杀玩家们获得的4995系统点 这次可以说是一波肥呢 回到龙巢后 玻璃便兴奋地庆祝此次胜利 以及询问苏年这个俘虏怎么处理 苏年见状思索起来 这家伙可是偷袭过他的 不能轻易放过对方 便让玻璃打断他手脚关押起来 但尼尔慌了 看样子是想求饶 忽然苏年一阵眩晕赶传来 不明所以的他打开系统 正想看看什么情况时 却突然晕倒了下去 海瑟威见状非常担忧 巨龙先生你怎么了 此时苏年系统点6995 海瑟威好感度300 瑟琳娜100 艾弗林依旧是0 传说中的精灵族特殊疗法 竟然就是用大波来回摩擦 此刻苏年不知为何昏迷过去 海瑟威一脸担忧着 瑟琳娜表示会不会是哪受伤了 海瑟威闻言便想到了什么 只见她用大波靠着苏年头部 并解释到这是精灵族的传说细整疗法 上次她就是用这招把苏年给暖醒 顿时瑟琳娜和艾弗林 也有模有样地学了起来 避时之间龙学内春色弥漫 只有玻璃还在认真思考着 主人这般模样像 集了她祖训记载的那件事 便是真龙进阶 一想到这玻璃就忍不住激动起来 三女疑惑地看向她 真龙进阶是什么意思 见到关乎实力的原因 海瑟威当即决定 还是别打扰到巨龙先生 谁料苏年此事偷偷醒了过来 并把玻璃喊到跟前 玻璃还以为主人是要她亲自侍奉呢 然而苏年巧声说道 你这家伙给我滚原点 敢打扰我好事 小心我吃了你 顿时玻璃被吓得慌忙离去 苏年趁着还没开始进化 跟海瑟威解释起来 龙的进阶其实很危险的 他很有可能就醒不过来了 海瑟威一听脸色非常糟糕 巨龙先生你应该不会醒不过来了 苏年舔了舔他 让他放心吧 自己可没那么轻易挂 让海瑟威小可爱等自己归来 叮嘱完就倒头陷入沉睡 海瑟威亲吻了苏年的灵甲 表示会一直等他醒来的 就让他来保护巨龙先生吧 与此同时在六号新手村这边 安流斯王国讨伐苏年的队伍 来到了此处 准备在这边借宿一晚 此时屋内管辖着 这座新手村的女玩家 正在讨好榜上大哥呢 忽然一则隐秘消息传到他的窗口 竟是苏年陷入沉睡的消息 还让他散步出去 准备讨伐苏年这条邪龙 女村长猛逼了 怎么游戏还有垃圾消息呢 就在他要删除之际 黑龙讨伐队伍的一员走了进来 女村长顿时就触发了系统任务 有三个选择 一是杀死进来的NPC梅森特 代替对方完成重要世界任务 完成后将获得巨额侵略点 二则是帮助梅森特完成重要世界任务 将根据贡献情况获得侵略点奖益 三便是不参与 看到这个任务在对比刚才的垃圾消息 他意识到那消息是真的 既然如此 他肯定不会放过此次机会 当即来到梅森特面前 欢迎对方的到来 当一个女人发挥出绿茶表天赋时 究竟能把男人迷到什么程度 此时那个装逼骑士布莱泽 正在绣着自己那八块腹肌身材 忽然女村长神色慌张地跑过来 一副绿茶表的样子哭诉道 骑士哥哥救我 看到对方那魔鬼身材 布莱泽脸色通红起来 这位梅琳达小姐 你不是跟梅森特大师 讨论魔法原理去了吗 梅琳达这事扑到了布莱泽身上 哭唧唧地表示 梅森特大师想公衰女干他 说着还用上魅惑数据吗 让布莱泽为他主持公道 布莱泽当即就被迷住了 就要去找梅森特的麻烦 只见他气势冲冲地 闯进梅森特的房间 梅森特质问他想干嘛 布莱泽直接把他要公衰女干 梅琳达一事到处 梅森特猛逼了 啥玩意 我什么时候要弄那小妞啊 然而被迷了心智的布莱泽 可管不了这么多 直接给梅森特狠狠来了一脚 梅森特麻了 这是被算计了呀 如今只能动手了 然而在出手的一瞬间 他的魔法术失效了 见没法动用法术 梅森特只能拿安留斯国王来押对方 自己可是受国王邀请而来讨伐巨龙的 就在这时 梅琳达走了进来 再次以绿茶表的方式 又获起布莱泽让他达了梅森特这个废物 然后他就能和布莱泽一起去讨伐巨龙吗 梅森特见状也意识到是这个女人在搞事 当即表示这个女人只是低等法师学徒 根本比不上自己这个大法师的 让布莱泽不要别迷惑着 梅琳达笑眯眯地看向他 说到安神茶好喝吗 梅森特这才意识到被吓要了 怪不得法术不能动用 果断地想要打掉这个女人先 然而布莱泽可是在一旁 再次给了他狠狠一脚 梅琳达见状补上一刀 然后又抱住布莱泽 假装梅森特要杀他 布莱泽这颗猪脑哪还忍得了 直接一剑结束了梅森特的性命 剑撞梅琳达看向了系统窗口 由于他选择了第一个选择杀死梅森特 因此对方的力量暂时转移到他身上 截止到任务结束前可以任意使用 如果接下来完成讨伐巨龙任务 将永久继承这股力量 失败将无法继承 之后他和布莱泽带着队伍踏上了路程 与此同时鸟妖也把这一幕传达给苏年 醒来的苏年和海瑟薇齐齐正着 人类军队居然袭来了 没想到精灵女仆这么会玩 把苏年这个老色龙都看一眼 此时在传承梦境里 苏年即将开始接受传承 当他抬头望去后 发现了一条超级大的巨龙 名字正是他此前见过的康奈 应该便是他的祖先了 只不过两者的体型差距着实有点大 康奈此时看向苏年 你身上有我和他的血脉 非常的纯净 我将赐予你独一无二的传承 你要活下去 把他们赶出我们的固度 说完康奈取出一颗金石 给到苏年后便让他离去吧 苏年猛逼了 这就完事了吗 祖先等等呀 我还有事问你 然而对方并没有理会苏年 一脚就把苏年踢回现实当中 苏年郁闷了 祖先你就不能换个送人的方式吗 平静过后 苏年回想起祖先的说辞 他们应该指的是玩家吧 就算祖先不说 他也会把玩家们赶走的 此时看着周围陌生地带 苏年猛逼了 怎么没看到海瑟薇他们 难道自己还在梦境中 随后他也懒得管了 还是先弄一下这个传承金石吧 苏年直接捏碎了金石 瞬间获得了龙族百年记忆 以及特殊传承龙女魔法 一共有三道龙女魔法 分别是气息蜜语 可以探出周围所有伪装 然后便是振奋气势 可以通过怒吼振奋手下的气势 在一段时间内不畏惧死亡 还能获得属性增强 最后便是武装解除 可以解除敌人手中的武器和盔甲的 忽然换装的海瑟薇出现在苏年眼前 还手持一条皮扁 苏年健壮那叫一个兴奋 虽然不解海瑟薇怎么突然出现 但这福利他可不会错过 海瑟薇此时开口道 我是来帮助哥哥你练习龙女魔法的 你喜欢吗 苏年此时完全被海瑟薇迷住了 自然无比喜欢 莫名的苏年就挠不到一个诱人的场景 就是海瑟薇被五花大绑起来 让他来调教一波 然而海瑟薇的调教却跟他所想完全不同 只见他操控数道常见 就要对上苏年 苏年妈了 这怎么跟他想的训练风势不同啊 看到海瑟薇这般模样 苏年意识到自己可能还在梦境中 精灵女仆尝试不穿胖刺和色龙黑黑 却惨遭对方的无情拒绝 此刻在苏年沉睡之际 人类讨伐队伍已然到来 此时瑟琳娜无比的慌张 现在龙巢只有哈娜和蛇坤兽 以及一部分的猎火兔 其余豺狼人等大部分眷属都比赶 也不知如何是好 海瑟薇看着苏年暗自想到 如果自己是巨龙先生会怎么做呢 必想到此海瑟薇就把苏年给带入进去 当即吩咐哈娜派几名鸟妖去找灰太郎 让豺狼人一族迅速来支援 然后就是通知昆哥带着猎火兔进入箭塔防守 最后就是蛇坤兽一族散开在沿路森林 以偷袭骚扰为主 见到海瑟薇这么厉害 几女都被蛇服了 海瑟薇表示此次就让我们来守护巨龙先生 说着还狠狠给苏年来了一脚 另一边梅琳达这个新精灵 带着队伍赶到了森林里面 结果遭受到了蛇坤兽的偷袭 顿时队伍变得狼狈不堪 不过梅琳达暂时拥有了大法师的实力 自然不会惧怕这点偷袭 只是一击就把周围蛇坤兽给秒了 布莱泽见状跟个舔狗一般 疯狂跪舔着梅琳达 梅琳达随即吩咐下去 让他们把周围可能存在魔物的树木点燃 这样就能防止偷袭了 没多久他们便来到龙巢的外里 梅琳达一个探照术就知道 前方便是他们此行的目的地 忽然一发炮击巢梅琳达起来 被他给挡住了 梅琳达也没想到 对方居然还有热武器 这样下去可不幸 他当即踩着布莱泽的背部 届时一跃朝上方的箭塔袭去 在飞上半空中时 直接一招群弓岩暴树把箭塔给摧毁 看到外面的动静 海瑟薇非常不安 紧紧抱着苏年祈求他尽快醒来 而在梦境中的苏年听到了海瑟薇的声音 便意识到现实出大事了 然而他现在还在接受着训练 急不可耐的他询问梦境中的海瑟薇 怎么样离开这个鬼地方 他要出去 皮衣海瑟薇羞红地说道 别急骂哥哥咱们还没玩够呢 然而苏年可不吃他这一套 现在外边的海瑟薇他们可是有危险 他不能再拖下去了 谁料皮衣海瑟薇忽然就黑化起来 想要离开可以 先打败我吧 重生为邪恶黑龙有多幸福 不仅能天天打精灵女仆的屁屁 还能随时看到女仆抱衣服力 此时人类讨伐队伍已攻到龙洞门口 带狗头人他们被人类队伍拖住后 梅琳达这个绿茶婊独自来到了龙洞内部 看到苏年在沉睡后 梅琳达猖狂地笑了起来 居然真的在沉睡中 看来她的好运要来了 就在这时一道攻击先飞了梅琳达 顿时把她搞得狼狈不堪 正是怒气冲冲的海瑟威 呵斥到滚出这里 梅琳达修整过后不懈地看向她 小妹妹就凭光照和水球术 可没法阻拦我 这时瑟琳达和艾弗林也站了出来 与海瑟威一起守护着苏年 见状梅琳达也不多废话 直接冰火雷电三系技能出手 瞬间把海瑟威给报医了 瑟琳达和艾弗林也紧随其后 被整得狼狈不堪 随后梅琳达让人类队伍先对付巨龙 看到掩路斜光的人类 海瑟威无比的自责 他没法保护好巨龙先生 而在传承秘境中 皮衣海瑟威在和苏年玩着捉猫猫游戏 没多久苏年一爪子就把皮衣海瑟威给捉住 恶狠狠地打起他的屁股 逼问他怎么出去 片刻后皮衣海瑟威就被征服了 电把怎么出去一事倒出 现在传承还未结束 如果强行出去会反噬魔力的 你确定要出去吗 苏年果断点头确定 他察觉到外面海瑟威的情绪愈发不对劲 肯定有大事发生了 皮衣海瑟威见状向他招了招手 你过来点我跟你说 苏年还以为方法是要亲一口那种呢 便兴奋地把龙头凑了过去 然而皮衣海瑟威狠狠地给了他一巴掌 没想到出去的方法是这样子 苏年终于苏醒了 梅琳达察觉到了巨龙苏醒的气息 毕时倒要麻烦了 本以为有主角救下的角色美女 会是后宫的存在 然而只是活了几张就被嘎掉了 此时苏年也是麻了 原来从幻境中醒来就是一个巴掌的事 随后他便看到了攻进来的人类队伍 便将他们赶了出去 皮旁海瑟威止住了眼泪 巨龙先生你终于醒来了 然后便自责地怪自己没守护好龙潮 苏年伸出舌头舔了舔他 安慰到你做得很好 忽然瑟琳娜和艾芙琳紧紧抱住苏年 哭诉到大黑龙你终于醒了 他们被欺负了 苏年文言那叫一个气愤了 敢欺负我的妞 简直是厕所里点灯着使 这幅模样瞬间把梁女给征服 好感度各自增加了50点 瑟琳娜更是指向梅琳达那个绿茶表 表示对方欺负的最狠 苏年看了看对方的信息 居然是个大法师 梅琳达见到苏醒的巨龙后瑟瑟发抖着 明明那则神秘消息说巨龙在沉睡的 怎么忽然就醒来了 必想到这梅琳达就被气死了 都是那垃圾信息害的 苏年疑惑不解 这女人怎么知道自己在沉睡的 既然想不通苏年便不想了 果断对剩下的士兵出手 一爪子弄死一群 布莱泽这个舔狗 此时还想着拉梅琳达私奔 梅琳达却不鸟他 难得来到巨龙这边肯定要打一场 反正他是玩家能复活 爱弗林见到布莱泽后气氛不 布莱泽正是他的前男友 将他卖给强盗逃命的人渣 梅琳达见状对苏年动起来手 直接兵动树起手 海瑟威急忙提醒苏年小心背后 然而如今的苏年龙驱可是无比强悍 这道法术也就给他挠挠养发了 苏年转头恶分狠看向他 此时梅琳达仗着能复活 根本不再惧怕苏年的恶龙滤井 又是树到法术曹苏年袭去 然而不仅没能给苏年刮杀 就连命中都无法命中 全是妹死 梅琳达要被折磨疯了 这还怎么打 苏年没有废话 直接吐起龙溪 梅琳达迅速施展奥数护盾挡住了 他非常的不甘心 为何自己这么努力了 却还是无法对抗巨文 苏年见龙溪没作用 直接龙爪握住他的奥数护盾 正当他要狠狠折磨梅琳达时 梅琳达却想着自杀回复活点 苏年见状把心学的武装解除用处 瞬间把梅琳达的匕首给解除到一旁 随即一个龙吼就把他吓晕倒了 这时海瑟威交集到 艾弗林不见了 苏年让他别担心 艾弗林的实力一般士兵奈何不了他的 另一边布莱泽正在疯狂逃窜着 没多久便被一道冰锥给击中屁眼 怒气冲冲的艾弗林追了上来 布莱泽不解地看向艾弗林 表示自己不认识你啊 这下艾弗林更气了 抛弃他就算了 现在居然还忘了他 布莱泽一听才回想起当初卖给强盗的女人 随后便恢复自信表情 既然你无事还是跟回我吧 我保你吃香的喝辣了 艾弗林咬牙切齿地让他凑过来一点 布莱泽还以为对方又归顺自己 然而他想多了 艾弗林只是让他过来挨揍而已 布莱泽见状也恼羞承诺 敬酒不吃吃法酒 说着掏出一瓶不知名药水 撒了艾弗林一身 导致他的法术被压制无法动用 布莱泽黑黑一笑 从梅琳达偷来的这玩意还挺好用的 下一刻就想着嗓掉这个臭女人 艾弗林急忙扯出自己的后台 他姐姐可是安留斯圣罗兰魔法学院的警师 如果敢杀他就等着被追杀致死吧 与此同时苏联这边还在追杀着人类队伍 海瑟威表示玻璃他们终于赶回来了 玻璃回来的第一时间就跪下 都怪他们来迟了 差点酿成大火 苏联没有责怪他们 这时玻璃把布莱泽给推了出来 原来他们在回来的时候碰到此人 就带了回来 且艾弗林被他杀死了 苏联文言双眼通红 你竟敢杀了艾弗林 说着就要压扁这个小人 布莱泽求饶到自己有个秘密可以说出来 只求饶他一命 随后便把梅琳达诱惑自己 并杀了大法师梅森特仪式到处 还把那六号村的位置说了出来 里面有着五千村民 苏联文言思索起来 看来附近不止一个新手村 见状布莱泽表示自己可以走 得到苏联的肯定后 他没有丝毫犹豫地溜了 然而苏联岂会放过他 一到龙溪就将他烧成了渣 这狡诈的一幕 又被玻璃他们当成了英明神物 苏联此时有点伤心 虽然和艾弗林相处不久 不过现在也算为他报仇了 艾弗林的灵魂抱住了苏联 感谢他做的这一切 系统此时出现 由于帮助NPC完成夙愿 达成死前祝福 获得了传送法制能力 并且获得了六千系统点 苏联见状疑惑道 这万一能传送到新手村吗 系统提醒到只能传送到去过的地方 或者被历代龙族标记的地点 苏联一听恍然大悟 回想此次危机 都是因为自己陷入强制沉睡导致的 如果是清醒的 或许就不会有伤亡了 一想到这苏联问起系统 有没有办法解决掉 进阶沉睡时间的 让他能尽快进阶完成这样 没想到系统还真有办法 少量缩减 沉睡时间需要五千系统点 重量缩减需要一万系统点 巨量缩减则是两万系统点 苏联见状那叫一个气啊 所以怎么样都需要沉睡是吧 还需要这么多系统点 难道不接受传承了 莫名的苏联就想到 幻境中的皮衣海色味 要是放弃传承的话 好像就见不到他了 说起这个苏联便问起系统 为何传承幻境中会出现其他人 系统表示一般不会出现陌生人 有的话应该是陪伴的 苏联文言一脸猛逼 这又是什么玩意 系统表示就是根据宿主 心中所喜欢的样子 从而生成的模样 不过也有可能是诱惑宿主沉睡的 这就要看自身自制力了 怪不得会有皮衣海色味的存在 原来是苏联这个老色龙所想的样子 玻璃这事过来汇报 有部分人类想投降 需要嘎掉吗 苏联表示有不服的就嘎掉 其余投降的就先关起来 还有这个女人你们也看好了 但她一定活着 等我回来再处理 苏联此时一脸怒火 她准备找玩家们算算账了 她苏联报仇绝不归应 就在苏联要出去时 海色威和瑟琳娜走了过来 瑟琳娜伤心到爱芙琳是不是没了 苏联麻了 你们都知道了吗 肯定是玻璃这个狗东西泄露的 海色威此时十分伤感 巨龙先生如果有一天我也没了 你会不会为我伤心 苏联让她打住别说这些晦气话 海色威表示 如果有人替自己伤心难过 那她的死亡也就变得更加有意义 苏联让她别多想 死亡才没有任何意义 她要站到食物链的顶端 让他们不会因弱小而死去 瑟琳娜文言一脸崇拜看向苏联 好感度再次增加20点 此时在莫里甘平原的樱花一号新手村 七天保护期限已然过绝 此时苏联一脸不善地杀赖着 不过新手村还是有保护措施 将她的属性降低了50% 苏联没有在意这点属性 直接喷出无数道龙溪潮新手村落去 顿时将部分房屋给摧毁掉 不过经过削弱的攻击 确实没之前威力大了 玩家们十分不紧 怎么会有只黑龙大半夜来偷袭 不过他们也没多想 反正有复活机会 就算是恐怖的黑龙他们都要赶 见玩家们集合到了一起 苏联知道他们上套了 随后开启传送阵能力 传送阵起点围龙去下 带玩家们的火球攻击到他这里后 他再将出口设置在玩家们集合的地面 顿时玩家们自食气果引起了巨大的爆炸 瞬间这座新手村就被炸美了 苏联没想到这么多法师的联合还挺强的 由于他摧毁一座新手村获得了核心碎片奖命 而这座新手村的玩家们 将随机复活在其他新手村 此时苏联的系统点达到了12995点 海色维好感度依旧是300 瑟琳娜好感度则提升到170点 爱芙琳的由于死亡已然去除 一个崇拜观音的黑龙见过吗 此时看着眼前的一堆废墟 苏联也有点惊讶 这么轻松就团灭了 还有这个核心碎片又是什么玩意 系统解释到收集完四个碎片 可合成一个建村令 建立自己的势力 还特别提醒这玩意非常重要 然而苏联却不觉得有啥用呢 他现在都已经有几个族群手下了 都算是一个不小的势力了 系统却表示建村令可是有规则力量存在 能建设非常坚固的建筑 总之功能颇多一定要珍惜 苏联看着好似破防的系统 这家伙什么情况 怎么好像这么在意这碎片的 不过在看到系统奖励25000系统点后 苏联那叫一个激动啊 直接鸡血拉满就要屠杀下个新手村 然而系统却不建议这么做 因为连续消灭新手村会曝光宿主 导致世界各地玩家均来讨伐 就算宿主是巨龙 也不可能抵抗成千上万的联军 这一番话顿时把苏联的激情给浇灭了 既然如此他还是决定当一回菩萨 就放过周围新手村一马吧 不过问题也来 他如果无法消灭新手村 那怎么获得碎片呢 系统却表示先不用急着收集 如今世界将进入大范围争动 现在宿主就是能狗则狗 然而苏联却表示 他也没法知道各地消息 毕竟这银月森林就是个小地方 系统表示宿主有限级仪式呢 可以在世界各地发展信徒 说起这个苏联便想到了 当初拒绝精灵女王的召唤 莫非就是那个仪式 系统试一试的 不过宿主现在等级太低 只能等信徒召唤 不能主动选择 回到龙朝后 苏联看到了海瑟威独自站在悬崖边 便以为对方要轻声 急忙喊道不要挑 海瑟威疑惑回头 一个不注意狡猾就要摔落下去 苏联急忙俯冲想要接住海瑟威 然而下方是一处水潭 海瑟威和哈纳他们正打算洗澡了 苏联一脸甘淡 原来是这样 说着还不忘瞄几眼 这时瑟琳娜从天而降 砸向了苏联头部 把她整个眼花缭乱了 忽然苏联看到一个角色美女身影 她都怀疑自己是不是看到太难了 这时系统出现 有特殊女性NPC向宿主发起了召唤邀请 堂堂黑龙身躯竟也有散热不良的一天 还得依靠九州神兵核心水冷散热器 此时看到苏联自言自语的模样 海瑟威还以为是脑子被做坏了 瑟琳娜也很尴尬 为了让苏联清醒过来 她决定试试以前学到的急救方法 不过需要肢体接触有点为难了 装晕的苏联一听不就是人工呼吸吗 心中暗息起来 瑟琳娜这时凑了过来 然而想象中的人工呼吸并没有出现 瑟琳娜只是对苏联肚子重击起来 苏联麻了 赶紧起身让她别打了 随后她问到系统 刚才是不是错过了什么 系统表示你装晕时错过了信徒召唤 苏联欲哭无泪啊 早知道刚才不装死了 这是一旁瑟琳娜声音传来 好怀念当初在王城共浴的温泉池 此话一出苏联诧异不止 莫非是男女共浴 瑟琳娜点点头 没错在各个国家主城都有这种温泉 有时还会举行温泉拔河比赛 莫名的苏联就想到了春色画面 这还得了 她今天就要举行温泉拔河比赛 瑟琳娜却表示这边没有温泉了 不就是温泉吗 苏联找上了系统 她要提升爆裂龙形 系统文言扣除了9000系统点 随即改造开始 苏联顿时就感到剧烈的疼痛感传来 煞时间倒地挣扎不止 两女不解地看着这一幕 巨龙先生是太兴奋了吗 更是波及到了两女 再次看到了暴衣福利 苏联急忙问道怎么回事 她可不想伤害小可爱们了 系统提醒到应改造的容颜之心过于强大 靠得太近会被灼伤 建议宿主搭配九州神兵核心水冷散热器 只需一万系统点 苏联当即破口大骂 你的垃圾系统 老子是龙啊 又不是电脑主机 你这分明是黑心伤人啊 虽然苏联很气愤 但为了不影响两女 还是对换了散热器 没想到重生为邪恶黑龙的她 竟把暴衣福利当作兴趣 隔三差五的就将女仆给暴衣 此时苏联经过九州神兵核心水冷散热后 周身温度大幅度下降 反而有种轻风拂过的舒爽感了 系统此时再次出现 整体改造全部完成 爆发力喷吐力均提升50% 苏联满意的点点头 就是这增强后爆发力不知道是啥效果 一旁两女拖着破烂不堪的衣裳走过来 埋怨苏联又弄坏她们衣服 恰好此时苏联为了测试爆发力吹了口气 顿时又把梁女给整得不要不要了 苏联那叫一个兴奋了 这爆发威力着实恐怖 随后看到梁女因衣服损坏 只能躲在泉水里 苏联当即从商城选购几套新衣出来 正好此次泡温泉需要泳装 便给海色威选了套粉色比金 瑟琳娜则是白色的 梁女第一次穿这种款式衣服 她们也没想到这么适合穿于游泳 风骚的苏联也给自己整了套大马泳装 当即就要和两女开始拔河比赛 另一边的圣奥利斯特圣殿内 精灵女王询问手下还有反抗的机会吗 手下表示如今只有逃的机会 精灵女王不甘心 她能逃但是子民可逃不了 她要继续祈祷请求神明保护 红毛女健壮让殿下别再对神有希望了 神已经抛弃她们了 说着就要强行带女王离开 直接将她背了起来向外走去 可就在这时 传颂阵有了动静 精灵女王错愕不语 这是神明受到召唤了吗 红毛女也一副不可置信的表情 难道真的出现神迹了 只是片刻后她们猛逼了 从传颂阵出来的竟是苏联这个家伙 从其手中断掉的绳子可以看出 苏联正在玩着拔河比赛呢 双方就这样猛逼树上猛逼果 猛逼树下你和我 拥有一副强壮的身躯是种怎样的体验 哪怕是令人恐惧的黑龙异族 都能随时捕获美女的芳心 此时苏联一脸猛逼地看着眼前的良女 这是什么地方 她又为何出现在此 当即询问起系统怎么回事 在看到苏联露出真面目后 红发女护卫惊呆了 居然是巨龙 一个不注意就把精灵圣女给摔下来了 红发女急忙问道殿下没事吧 精灵圣女表示没事 只是她也没想到神使居然是一条龙 系统此时解释道 是宿主你说的有召唤就自动接受 所以你来到了这里 苏联气坏了 她好不容易才有和海瑟薇共寓的机会 居然就这样被垃圾系统破坏了 她严重怀疑是系统故意的 苏联真是要被气死了 都到了重要的一步了 精灵圣女正式崇拜道 是神派你来拯救圣奥利斯特的吗 苏联文言转身看向对方 然而一个不注意沦为把神像给弄断 两女那叫一个大震撼了 神像没了 苏联尴尬无比 只能假装自己就是神 表示不喜欢这个神像 随后又问起精灵圣女召唤她何事 精灵圣女这才一一到来 她是圣奥利斯特的圣女 这里原本是南大陆一个和平安定的国家 可是有个臭名昭著的黑兽拥兵团入侵了这里 不仅到处烧杀抢掠还要建立侍奉国 如今他们已无法抵抗 只能请求苏联的帮助 顿时间他们的好感度暴增100点 苏联见有奖励自然就答应了 不过你们要臣服于我 圣女塞蕾斯汀以为要献上生命 便毫不犹豫地就掏出小刀想要打掉自己 同时好感度暴增到了300点 苏联一个龙尾就抽掉了她的匕首 想啥呢我是让你做我信徒而已 怎么还扯上自杀了 只要你们保证听命于我就行 我会确保你们的安全 别动不动的就自答 还有你那刀从哪来的 塞蕾斯汀感动无比 没想到神会这么贴心 此时这位特殊女性的好感度 直接到最高阶段300点 让苏联获得了3000系统点 苏联顿时得意洋洋的 几句话就让一个女人好感度爆满 她简直是个天才啊 不过怎么没有特殊能力啊 苏联当即质问起系统什么情况 系统解释到塞蕾斯汀属于S级 需要完成对方的愿望 才能获得特殊能力 苏联顿时就怒了 你的垃圾系统越来越割韭菜了 居然还要完成任务获得 以前又没见你这样说过 当苏联这对系统不怀好意的模样 展露在塞蕾斯汀面前时 让他感到疑惑不解 是自己说错话了吗 苏联也没法跟他解释系统一事 最后只能让他们带路 准备快速解决那个黑兽拥兵团 不过在出大门时 苏联这个家伙还把人大门给堆烂了 塞蕾斯汀一边跟随苏联一边解释道 统治拥兵团的是一名四阶战士杰特 他手段十分残忍 还有三千多个类人种手下 一定要小心 此时苏联系统点达到一万七千九百九十五点 海色威好感度三百 瑟琳娜好感度一百七十 堂堂一国之主的圣民 却连一个可战之兵都没有 此时苏联正向斯汀圣民 了解黑兽拥兵团的实力 还有对方距离王城还有多元 斯汀表示杰特麾下有三千多类人种 从实力最低低哥布林 到最强的十人魔都友 如今他们距离王城只剩一天的路程 说着斯汀非常的尴尬 因为他的麾下没有可用之兵了 苏联妈了 你好歹一个小国家 结果跟我说没士兵可用 也怪不得你求神保护了 这种情况也只能求神了 还好他刚才没无脑地冲过去 毕竟类人种可不像新手村玩家 这些个个都是身经百战的怪物 而且还有一个四阶战士老大 得想想办法 怎么应对才行 与此同时距离王城不远的城市 此处已经被摧毁殆尽 一个类人种巨魔首领正春风满面的 从一个房间走了出来 身后残留下一个伤痕累累的少女 此时一个玩家走了进来 见到这一幕他十分的气愤 原来他是潜入黑兽拥兵团的玩家 在他混进来的这些天里 见过了无数这种惨状发生 事到如今他再也忍不住了 和伙伴们联系上决定要动手 但伙伴们却要他冷静下来 要以大局为重 听到队友们的冷漠语气 少年对他们感到失望无比 他切断了组队频道 决定自己亲自出手 回到营地后 少年怒气冲冲地朝刚才的巨魔首领杀去 对于这个傻乎乎的少年 巨魔首领大笑起来 没想到出叛徒就算了 还自投罗网来了 就在少年不甘心的时候 远处忽然传来一声龙吼 少年诧异不止 这是什么声音 巨魔首领也是猛逼地走了出来 什么情况 进化后的苏年有多嚣张 竟独自来到著名的黑兽拥兵团驻地倒起乱来 完事后还潇洒地离去 此时苏年来到了黑兽拥兵团的驻地 他是来警告杰特团长的 这片城墙被他所看中了 如果等他下次再来时 拥兵团还在这里的话 他就会出手屠戮殆尽 杰特见状认怂了 毕竟是难得一见的巨龙 他不敢赌对方的实力 连忙表示他们拥兵团只是暂时驻扎在此 很快就会离开此地的 最后更是潇洒地掏出一袋宝 表示愿意结盟 想要拉拢苏年这头巨龙 不愧是著名黑兽拥兵团团长 还对苏年画大笔 只要攻下这个国家 他们可以一起瓜分财产和女人 他失去地给苏年九成 自己只要了一成 然而苏年岂会和他们合作 他此次前来主要是为了计划进行人 不过他还是要演得自己很强势 他不光要九成连那一成都全要了 并表示等他回来后 要立刻见到财宝和女人摆在此地 如果没有就将拥兵团烧成灰烬 说着苏年喷了一口龙溪吓下下他 随后又飞向黑兽拥兵团驻地 准备给他们一个难忘的警告 在看到驻地内的状况后 苏年都不禁给那位杰特团长点起赞 倒是很聪明不禁把兵营驻扎分开 还在营地内修建好了沟渠 随即苏年再次喷出一道龙溪 将一部分类人种给烧成渣渣 杰特在城墙上怒气冲冲地看着这一幕 质问苏年为何要忽然攻击他的拥兵团 咱们不是结盲了吗 苏年没有多说 只是回头给了他一个眼神警告 随后就潇洒离去 杰特气愤不已 让他不解的事 这里为何突然出现黑龙 要知道这几年都没见过有龙的消息 事已至此 杰特决定即刻启程前往王城 准备一举拿下王城 此时的他恨透黑龙了 要是对方再出现 他就准备屠龙 另一边苏年的背上藏着圣女斯汀 斯汀不解的问道 这样做法真的有用吗 苏年让他放心吧 经过他这么一茫 那个黑兽拥兵团肯定耐不住幸福 没想到苏年也有这种恶趣味 竟让斯汀圣女复刻著名动漫 黑兽中的经典一幕 此时苏年正带着斯汀圣女在晃悠着 原来他的计划就是等黑兽拥兵团 离开那座圣壁城池后 他再转头回去夺回一次切断黑兽的后路 斯汀文言一脸崇拜地看向苏年 忽然苏年想起那位红发女骑士 便问道他也要来了吧 正好到时候我攻下圣地城池后 就交给他来守着 斯汀表示他叫爱丽西亚 是一个非常出色的骑士 晃悠了没多久后 苏年便决定掉头回到圣地城池 黑兽拥兵团估计已经出发王城那边了 是时候切断他们的后路 不过这次需要圣女你出场了 斯汀一脸疑惑 我手无腹机之力怎么出场 斯汀表示你不用动手 你只需要用美貌诱惑圣下的守城拥兵就行 圣女一听那叫一个脸色空红二 回到圣壁城池的塔天后 圣女站在这里大声辱骂类人种 一下子就把守城的类人种给吸引过去 在见到这个角色美艳的圣女后 类人种直接双眼冒光了 完全被诱惑住 随后果断来到圣女面前准备黑黑 斯汀被吓坏了 心里焦急到神龙先生怎么还不动手 就在类人种的弦猪手即将得手时 天空响起轰鸣爆炸声 正是苏年闪亮登场了 随即一口龙溪落下 瞬间秒掉吸引来的类人种 与此同时在住宅区那边 那个善良的玩家少年躲过了一劫 急忙和队友联系起来 把黑龙偷袭黑兽拥兵团一事到处 并且杰特团长已经带领拥兵团去攻打汪城了 此时远在另一边的天朝三号新手村里 几人正对少年所说的黑龙讨论起来 为首的老者在想 或许能考虑驯服那头黑龙为己所用 没想到苏年竟被手下被刺 一时间成为了世界玩家的头号公敌 此时那位善心少年 在听到队友们的讨论后 简直是被他们雷倒 还妄想驯服那头黑龙 当即把路友苏年的视频发给他们看 当新手村的人看到视频中的黑龙形态后 纷纷震惊不已 这居然只是一头32级的四界魔兽吗 为何这造型如此逆甜 老者忽然想起樱花那边有个新手村被灭 看来就是这头黑龙所谓 他们有点低估土著的实力了 尤其是一些传奇生物 最可怕的是这头黑龙 还有着人类的智慧 他刚才注意到黑龙是故意去而复返的 一想到这老者就不孩儿立 如果土著都这么智慧 他们这些玩家恐怕难以赢得赌局了 与此同时苏年正和圣女商量接下来的事宜 忽然他收到了新世界报复通知 苏年健壮一笑 也不知道是哪个倒霉蛋被标记成世界报复 打开一看正是他的头像 苏年一时间还没注意到是自己 系统此时也发来通知 他的眷属覆灭了一个新手村 苏年健壮正住了 随后才注意到这个倒霉蛋居然是自己 他傻眼了 这两天他不在的时候 眷属们到底做了什么 苏年真是要哭死了 他就是为了避免成为世界报复 才停止对新手村出水 没想到被首相们给捅到了 一想到这苏年就萌生回去的想法了 估计再晚点回去 全世界都知道他是世界报复 随后叮嘱圣女自己离开一趟 不用多久便会回来 此时他的系统点达到17995点 海色维好感度300 瑟琳娜好感度170 明明他才是身为反派的恶龙 却被手下的变态操作给惊到了 此时苏年回到了龙巢内 却发现海色维和瑟琳娜等人不在 忽然他看到一旁看门的狗头老者 便惊醒了他 还未等苏年询问发生何事时 狗头老者直接就是抱住大腿哭诉起来 原来前几天在苏年突然消失后 海色维便以为苏年是被某个势力抓走了 所以他和苏年的眷属们 决定以周边势力为起点 一路向东寻找苏年的踪迹 此时在另一边 一座新手村已然被覆灭 正是气势汹汹的海色维等人 然而他们还是没找到苏年的踪迹 不管海色维将玩家们殴打成何样 他们都完全不知道黑龙在哪 海色维意识到这些人没有说谎 必想到这他心情更加失落了 巨龙先生究竟去哪了 既然如此他决定继续前行 可就在这时他听到熟悉的声音传来 正是苏年赶到了此处 他也挺意外的 这小女子军事能力还挺强的 要是他往回来一步 估计都能打到安留斯王国了 瑟琳娜质问起苏年 你跑哪去了 也没个消息 知不知道海色维很担心你 苏年也郁闷了 还不是系统自动接受了信徒请求 海色维见状害羞起来 不想承认自己关心巨龙先生 只是这般模样已然出卖了他的心思 这时苏年被一道超强烈的金光 差点闪瞎了眼 原来是玻璃把这座新手村玩家的财产 给搜刮出来了 苏年妈了 究竟谁才是反派呀 我常常因为不够变态 而与你们格格不入啊 既然如此苏年也不客气了 直接大口吞起这座金山 成功让他获得黄金属性灵甲 和火元素抗性的增强 还有一枚新手村核心碎片 更是获得两万系统点的巨款 见苏年口袋满满的 系统又萌生了坑他钱的想法 然而被坑过数次的苏年 果断拒绝了 与此同时在圣奥利斯特王城 女骑士艾利西亚询问圣女 神龙大人去哪了 黑兽拥兵团已经快接近王城了 斯汀文言被惊到了 怎么会这么快 按行程来说不是应该晚上才到呢 此时苏年系统点三万七千九百九十五点 海瑟威和瑟琳娜好感度不变 为了让圣女斯汀臣服于自己 黑兽拥兵团团长恶毒到用平民来威胁 此时艾利西亚汇报黑兽拥兵团的行程 自从他们不再掠夺村子后 赶往王城的速度已经加快了许多 圣女斯汀文言慌了 神龙大人如今并不在这边 昨晚已经回神域去了 艾利西亚一惊 那这还怎么抵抗呀 殿下咱们还是逃吧 没有神龙大人根本抵抗不了的 斯汀却不想逃跑 他要守护王城 没多久黑兽拥兵团便来到王城外 手下汇报着一路上的疑点 不仅没有军队的踪迹 甚至连一个人都没有 会不会是逃跑了 可就在这时 圣女斯汀来到了城墙上 瞬间把拥兵们的魂都勾走了 更劲爆的还在后面 城门忽然打开走出来几位角色险牛 似乎在诱惑着拥兵们过来 果然此场景一出 拥兵的昆儿更加遭不住了 就要冲过去拿下他们 然而遭到了杰特团长的怒骂 这显然是有诈 杰特当即吩咐下去 直接包围整座王城 切断所有补给线路 用不了几天 他们就会自动出来投降的 看着城外侮辱自己国家的拥兵 斯汀非常的气愤 就算是死他们也不会投降的 然而杰特并没有停止 反而用上了更狠毒的尖刺 直接将其他村庄绑架来的村民 推出来威胁 如果不想子民被当面侮辱和虐杀 就乖乖投降吧 似听见状那叫一个怒火冲天啊 就在他无计可施时 忽然听到一个熟悉的声音传来 他欣喜地抬头望去 正是处理好老巢仪式的苏年赶了回来 这时杰特才意识到黑龙是和圣女一伙的 天空一声巨响苏年闪亮登场 在解决完老巢的事情后 此时苏年回到圣女这边 恶狠狠地看向黑兽拥兵团等人 团长杰特也终于知晓 黑龙为什么会偷袭圣必成池了 原来和圣女是一伙的 苏年没有多废话 直接叙事待发 喷出一口陈年龙吸潮用兵团戏去 杰特让手下们分散点站位 而他同样作为四阶修为 并不惧怕苏年这条黑龙 所以他提出要和苏年决斗 他的武器正是身后这些长矛 杰特坚信技巧有时候可弥补力量的差距 只要他将力量集中在一边 攻击敌人最薄弱的地方 哪怕是巨龙他也能屠杀 说完将长矛狠狠投掷向苏年 然而滑稽的场面诞生了 已然进化过几次的苏年 面对这种小玩意 轻松就靠坚硬的灵甲挡住了 杰特瞬间就猛逼了 怎么这黑龙的灵甲这么变态 他不敢相信眼前的一物 当即在抓起一把长矛 朝苏年连环投去 苏年只是动了动翅膀 就把这些牙签玩意给挡掉了 杰特脸色沉重下来 嘴里呢喃着莫非要使用那招不成 看样还有大招没用 说着他掏出一颗橘色圆球 朝苏年投掷而去 苏年猛逼的看着这玩意 下一刻圆球爆开散发出一股气味 把苏年辣的眼睛都快睁不开了 此时苏年的系统点拥有37995点 海瑟威和瑟琳娜好感度不变 没想到堂堂黑兽拥兵团老大 竟是贪生怕死之人 就在杰特用出大招辣到苏年眼睛后 他直接就溜走了 留下了一脸猛逼的苏年 以及可怜巴巴的类人种手下 既然如此 苏年只能把怒气洒向类人种 依旧是熟悉的陈年龙溪 一口便将这群类人种焚烧殆尽 圣女此时说道 杰特和一部分拥兵溜了 咱们还要追上去吗 而苏年表示不用 他们跑不掉的 另一边杰特已经逃回了圣地城池 正当他在幻想着以后要东山再骑士 城墙上忽然有人叫住了他 正是埋伏在此的爱丽西亚女骑士 杰特非常不解 这小妞不应该在王城保护圣女吗 什么时候蹲在这里的 但她也不惧怕 因为这里是她的地盘 然而苏年此时追了过来 表示圣地早已被她攻下 苏年也不再多做废话 上来就是一口龙溪 直接就灭掉这位黑兽佣兵团传奇团长 获得了6000系统点 事后回到王城 苏年受到了圣女和其子民们的热烈感谢 苏年让他们起来吧 双方只是有约定而已 作为回报他们将成为圣年的附庸 圣女表示没问题 她斯雷斯汀代表圣奥利斯特 从今日起自愿成为神龙大人的附庸 也就在这时系统出现 提示苏年已完成特殊S级女星的诉求 附庸契约正式生效 若附庸死亡宿主将会继承对方力量 若宿主死亡附庸也会跟着死去 目前圣女好感度状态为狂信徒 固定召唤通道以建立 苏年再次获得3000系统点挑衣 苏年见状吐槽系统的响戟 才给3000点 还有特殊能力呢 不会又有什么附加条件吧 随后系统便将特殊能力展示出来 名为烈性龙威 可以让苏年的龙威愈发狂暴 不仅能震慑敌人 还能再增幅攻击效果 并且此特殊能力可以直接加载 不会有任何改造的痛苦 苏年见状便让系统加载吧 随着苏年周身气息一变 她的烈性龙威加载成功 瞬间一股狂风出现 将圣女他们的裙子都快掀起来了 苏年此时的实力再次增进一步 此刻系统点来到46995点 两女好感度依旧不变 堂堂一国之主的圣女殿下 竟喜欢上一条老色龙 还心甘情愿穿情趣内衣去服侍她 在不小心吹飞圣女他们的裙子后 苏年脸色通红地表示不好意思 随后想起这外放的隆起 苏年就双眼发亮 逼格真是高啊 此时圣女询问苏年 是不是要离开了 苏年试一试的 不过离开前她要做一件事 圣女当即站出来表示 有什么事她能帮上忙的 妥妥的一个狂信徒啊 苏年便问到这里有没有巫女的踪迹 就是可以治病的那种 未等圣女回答 一旁的爱丽西亚就表示 在第三要塞有一位神秘巫女灰夜 只是对方向来居无定复 加上战乱他们也不知道对方缺切位置 随后爱丽西亚邀请苏年居住几日 让他们安排人去打听灰夜巫女的下落 然后带到苏年面前 苏年一想也只能这样了 便答应了下来 圣女痴迷地说道 我这就帮神龙大人安排住所 事后圣女独自躺在床上 还不忘回想起苏年那威武的龙蛆 就在这时敲门声响起 爱丽西亚找了过来 进来后爱丽西亚质问圣女 这种时候怎么还有心思睡觉呢 圣女疑惑不解 难道又有外敌入侵了吗 忽然爱丽西亚凑了过来 四坨肉球狠狠碰撞在一起 殿下难道你不想留住神龙大人吗 你不是喜欢他吗 圣女文言脸色羞红 蝶芒摇头表示才没有 爱丽西亚见状扶起圣女指示对方 殿下你的心可不是这么说的 圣女愣住了 但她还是把心里话讲了出来 她确实想留住神龙大人 爱丽西亚见状凑到圣女耳旁 给她讲解起办法 圣女听后更加害羞了 诱惑神明这种事情她做不出来 爱丽西亚却表示不这么做 那神龙大人估计就留不下来了 反正该说的都说了 殿下你自己做主吧 片刻后换了新装扮的圣女 来到苏年住所 她还是决定试试爱丽西亚的办法 只是第一次穿这种衣服 她还是有点不适应 但为了神龙大人能留下来 她还是一股脑地打开苏年的房门 冲了进去 当现任女友撞上狂热追求者后 苏年要该怎么应对这修罗场呢 此刻看到闯入的圣女后 苏年一脸呆住 尴尬的是海瑟薇恰好来到了这里 而圣女似乎完全入魔了 眼里只有对苏年的爱意 看着一旁黑脸的海瑟薇 苏年急忙求助系统 这是怎么回事 随后看向痴迷状态的圣女 这家伙的症状持续多久 还能救吗 系统表示可能与龙气有关 会对契约者产生极大的影响 就导致这种情况发生 此时海瑟薇已经提起大刀 那意思就是要苏年给个解释 苏年一脸心虚 他也很冤枉 还好系统及时提出解决办法 只要宿主远离契约者 就能把影响降到最低 契约者也就恢复到正常模样 见状苏年决定喊醒圣女先 清醒过来后 圣女还是一副仰慕的模样 苏年再次偷偷看向海瑟薇 那无形的压迫感实在太强了 这时圣女才发现海瑟薇的存在 便询问这位是谁 苏年急忙讨好道 这位是我的伴侣 随后又质问起圣女 有何事来找她 听到神龙大人有伴侣后 圣女感到无比的尴尬 随后只能扯个探讨军事发展的理由 来打发过去 苏年一脸无语 你这家伙演技不行啊 不过还是配合起来 说到这方世界确实要乱了 圣女你能想到这方面也是好事 毕竟我也不可能一直守护着你 见状圣女也不再打扰他们 直接转头离去了 这才让苏年松了口气 随后急忙回头看向海瑟薇 想跟她解释清楚不要误会了 然而海瑟薇此时一脸通火 原来她刚才听到苏年 大方承认是她伴侣后 就被感动到 之后爱丽西亚来汇报 他们已经找到灰烈巫女了 苏年便让他们带过来 片刻后只见一圣轿子 被几只小魔兽抬来 微风拂过一个曼妙的身影 出现在眼前 苏年麻了 明明是戏换世界 搞得这么诡异做事 此时轿子里的灰烈女巫开口道 切身不便语言见面 请神龙大人见谅 此时苏年的系统点46,995 两女好感度不变 刚送走狂热追求者圣女殿下 如今苏年又遇到了一位绝色女巫 此时苏年不解的看向教育 这灰烈女巫莫非是太丑 才不肯露面吗 随后苏年问到对方会看病吗 灰烈表示会的 见状苏年把海瑟薇抱了过去 让她查看一下病情 只露出了半身的灰烈说道 此处人太多了 不方便看病 苏年便让爱丽西亚等人退下 然后让灰烈女巫开始吧 海瑟薇拦住了她 她有点害怕 可以不看吗 苏年让她安心吧 自己会陪在她身边的 如今海瑟薇的时日不多了 她要尽快找到解决办法才行 苏年摸了摸她的脑袋安慰到 只是看看有没有治疗办法而已 你不会有危险的 这时抬轿子的一只小猫咪凑了过来 灰烈女巫从轿子里扔出一道符路 贴在了小猫咪身上 只是一瞬间小猫咪就变得巨大无比 把刚刚还在撸猫的海瑟薇给吓到了 这时猫咪忽然来到海瑟薇身边 猛的一张嘴就要吞下海瑟薇 这一幕发生得极其之快 苏年都反应不过来 带到吞入肚子后 猫咪又变回小形态了 苏年气急败坏了 让小猫咪赶紧把海瑟薇吐出来 见猫咪无动于衷 苏年追了过去 只是猫咪十分灵活 苏年扑了个空 来到轿子面前 苏年质问起灰烈女巫搞什么鬼 赶紧让他把海瑟薇弄出来 灰烈此时解释到神龙大人稍安勿躁 他这只是看病的手段而已 只见他拿起贴在猫咪身上的小人符纸 一瞬间便窒息海瑟薇身上沾染了诅咒 还知道是神龙大人一直在维持他的生命 苏年显然被气坏了 如今海瑟薇生死不明 他可没兴趣听灰烈的话 灰动龙爪一下就把轿子给砸烂了 而灰烈的真面目也终于显现出来 是一个非常之大的短发美妙